龙城穿越易截 巨大的飞艇 统治着天空 钢铁洪流冲刷着大地 高高在上的超凡者 用拳头 刀 剑 甚至是牙齿 从妖魔鬼怪口中争夺生存的地盘 却扛不住怪兽 如洪水般入侵 龙城就这样闻现了 即使这样少年 仍在奋不顾身的战斗 直到被石头人中创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不 顽强的生命力 使他站了起来 甚至还能打十个 下一秒就领合饭 眼睁睁看着家园被毁 他心有不甘 一瞬间 雨时撞击着地面 他重生了 课堂上 老师正在准课 孟超刚从热梦中惊醒 被女同学询问 是不是睡晒了 看了看 双手自己居然还活着 还回到了高考前 考试就没及格过 还不如去死 看见老师还活着开心的 变成了乙龙 场面一度尴尬 胖子表示 与这种人才 分家后党 老师需要的解释 孟超见状迅速起身道歉 说自己多饿梦 很显然 这个解释还不够 一届生物攻破了龙城 百年家园毁一代 老师在梦里 是人人饥饶的烈士 老师并不相信 龙城会人 把他之后面抬头 咻 绝屁股 孟超同学经常告诉我 五十年前 龙城穿越到异境 瘟疫肆虐 丧尸横行 之后名物降临 怪兽侵袭 我们损失三分之一人 无数烈士抛土炉洒热血 我们屈服了吗 灭亡了吗 报告老师 我们没有屈服 也没有灭亡 你们记住 世界上 只有我们人类对残暴 班长站出来表示 我们应该刻苦修炼 为龙城崛起贡献力 而不是琢磨着龙城 汇祖了鬼命 除非他是胆小狗 孟超表示 你是不是在说我 我跟他好像没头恨 不对 还真有头恨 前世我被他打上了 内仗错过了高可 于一届战斗时 他为了活命 居然当了汉奸 这时 孟超灵光一声 替班长帮他 孟超正在拍大班长的马屁 老师却罚他去后面 站着龙庄 他不仅没生气 反而很乐意 胖子表示 你今天准备爬回去吧 孟超挠了挠头 忘记怎么站 这三人准备看他笑话 班长也不例外 只见孟超闲熟的手 三人瞪着大眼睛 赞美到这简直比班长还烈 一定是冠军 他坚持不了一分钟 此时的班长 咬牙切齿 发誓一定要让他后悔 孟超这边出现 火种法律信息 他就是传活 这幅景象 梦里的极温相似 当时一团火焰 撞进了他的身体 现在的他拥有一万点贡献 可以用来治疗和升级尽 想起来 自己去年修炼受了暗伤 医生都没治好 于是就用贡献值 恢复到了最佳状态 又花费三千五兑换基础发力法 网牛爵 提升到专家就停止了 系统提示他的贡献值 只剩三点 真是脑洞大开 他居然打欠条 想升级到大师 系统并不是傻子 下课时间到了 三人见孟超 还站着睁大的眼睛 全班第一的孟超要回来了 他表示 只想大吃一顿 一个黑影封面来 他是孟超死党楚飞熊 诱惑他去小麦部搓一顿 之后还你两顿 楚飞熊知道他没安好心 孟超表示 我们是兄弟子的骗人 楚飞熊静静地看着他 有全班人作证 他应该不敢带你 来到小麦部孟超 也是毫不留情 面盒堆了几米刀 饼干也连着吃六本 一口气 吃了楚飞熊两星期的生活费 楚飞熊满脸愤怒地跑去上课了 孟超看见环保阿姨正在工作 就帮忙捡了一个 没想到 数发奖励助人无乐 贡献值增加零点零零一 上课就要迟到了 孟超还不忘盯着人家的头看 被楚飞熊教训了一番 孟超和他讲 这平常的生活 值得我们去守护 我真佩服你无耻的这么轻心脱俗 孟超你做梦打败了游摩托 还把龙城搞毁灭 我有没有当上大将军 还记得 我们曾经的梦想是考本科吗 而你想上军校当大将军 只要不放弃 一定会实现的 那就在五十天后努力一次吧 就这样 两人建立了契约 上课的铃声响起 走进来的却是班长 黄老师生病了 所有人去修炼是自习 不是吧又来 听说在老家 咱们这么大的孩子 每周上二十多节以言课 那是多么幸福 班长转过头 似乎全听到 大喊 走快点走快点 楚飞熊早就看他不爽了 跟孟超说紫了他的坏话 你知道他为什么放着 火箭搬不上吗 还不是为了那点修炼资源 班长大火到后面吵了 主飞熊一身怒苦 就要去够他 被孟超压制住 来到修炼器材面前 一拳下头毫无威力 他又饿了 现在的他就像坎哥没了油 两个妹子都为他感到可惜 楚飞熊正在练不可敬 孟超说力不是这样发的 跟我去趟厕所我教你 把衣服脱了我来研究一下 我肌肉 孟超别乱玩 我要是换手 你打不过 孟超问他 你表踏地面的时候 是不是有针扎般刺的 你怎么知道 再这么练下去 得个骨质疏松都是轻的 孟超你一定要救我 那就用我教你的方法 再展示一遍 我刚才那一拳力量 至少提升了3% 系统提示 市民变强龙城 整体战斗力提升增加贡献值 孟超恍然大悟 原来将火种传授给市民 算作贡献 这时楚飞熊 想要测试 刚刚学会的猛牛镜 班长表示 我允许了吗 还真把自己当人物呢 也不去照照镜子 我看你发力姿势 弯弯扭扭 肯定封不出重拳 还是先去旁边搞明白 再来测试吧 楚飞熊想把他给撕碎 孟超表示 那么请你来 给我们展示一下 班长果然厉害 一群像就威力惊人 225公斤 妹子纷纷想嫁给他 轮到楚飞熊表演了 走过去却被阻拦 如狗熊一般 抓住班长的手臂 将他摔倒在地 使出强力一击 一气直接脱离地面 一看数据 782公斤 是班长三倍多 这样的细经 你们见过吗 明明是自己教的修炼方法 却让别人教他 还促使他人 加入兴趣小组 从中收取资源 只有班长表示不忙 孟超过去安慰了他两句 班长将计就计 你这么做都是 为了大家 我怎么会怪你 下一秒 我要让你这辈子 上不了大学 回家的路上 孟超在追公交 班长在豪车里 清点目的笑开了花 大街上 虾草让孟超去当忙 孟超似乎伤了好精 噩梦中 妹妹黑话 她会带来无尽的黑暗 还将自己踩在街上 表现出一副很害怕的样子 于是询问小草 如果得到了力量 会将自己踩在脚底 我怎么会做出 这么寒忍的事情 西西被你抬队 又问了你对哥友名不满了 小草表示 天天欺负我满日才坏 回到家 妈妈端出热情的春节 孟超寒泪咽了下去 母女俩都以为她脑坏了 这时 老爸要看直播 让小草干净打开电视 8点50分战写伏计队 在城北部署的地 他们是龙城最先进的战争机器 随着一个黑影 从天降那就是龙城一号 没过多久 小区告警装置启动 无数火焰非甲虫入侵 人们使用了高压电塔 将甲虫抵挡在外 不知 红打飞来的巨型甲虫摧毁了电塔 带领小弟直冲人群 父子二人正在群里一步 子弹对甲虫没有丝毫作用 孟超也接到了火种任务 用出了自己的基础枪法 现在的他 像急了一个前进战士 只见甲虫一支支的被爆头 连老霸子自愧不如 孟超发现他们的首领并没有出场 还是被他给找到了 这是甲虫的进化版 飞天火焰虫 战斗力十分强悍 想要击败他最起码 要大师级以上 孟超正在打断升级 面对强者人民也会退缩 防卫队用刀保卫着自己的家园 他们抱着地盛的决心 此时的孟超已经渡截成软美敌 能够清楚的知道 甲虫的弱点 对断甲虫脑门就是一仓 一声巨响甲虫体的激热 战士们士气大脏 孟超也能量耗尽风云日行 别看他虚弱成这样 刚刚可是打败了一只超兽 和老爸说 如果有人问起此事 就说是你打败的 大家都以为战争结束了 孟超并没有收到击杀信息 只有一种可能超兽 或者疲惫的身躯上前场 准备使用网牛进击杀 一只剑出现在眼前 人头被抢了 超凡者闪亮登场 孟超意识到 怪兽正在不断升级 自己必须要强大起来 没有足够的修炼资源是个问题 小草和他说 收割虫子可以赚钱 想起钱是女性受伤 父亲带着他收割怪兽 赚取医药费和学费 重要的是收割赚钱 于是购买了价值998的 初级收割术 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都能通通走地 老爸正好要去战场收割 他也跟随一起前往 和他讲述当收割者要胆大兴起 直到孟超第一次去现场会紧张 还给他准备了尿布师 这位就是回收公司的经理 见孟超想加入收割行业 百般刁难 老爸递给他一张卡 里面有一万块 这才结局 他表示 你带谁为负物 只有一点别人 孟超顿时觉得 他比班长还有劲 前世就是他把老爸害得人 他不明白老爸是敌政的 为什么不自力无故 很快来到了封座现场 进入的目标是 收割巨有鞋 外壳可以直接当装子 如真是最好的狙击枪子弹 自带捕食效果 介绍完就让孟超上走 只见孟超三下 五除二一顿之之事 将躯体泄了个精光 甚至还增加了熟练 五位师傅睁大了双眼 一共不动 孟超健壮给他们讲了个故事 其实自己 从小就反有成为 王牌收割者的梦醒 因此我发奋图强 还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老爸一脸猛逼 这是我怎么不知道 孟超怕是援不住了 就说 老爸其实是我最崇拜的偶像 这个人拿着沾满血迹的手术刀 而他却不是医生 此时的他 正在解剖一只金幽灵 被一位同事阻止了 弄坏了他们不赔不起 老爸表示出了试算我的 孟超成功取出灵化神经球 不仅新鲜成活率 也高达80% 堪称完美 仔细研究过后 发现球里面 似乎有更宝贵的东西 老爸以为他想站危机 和孟超讲 虽然无趣 但是不属于我们的东西 我们不拿 孟超表述 这是场误物 于是打算去外面走走 发现一只七眼龙狼猪 以为要发财了 不料被他人截足先登 这个老头就是 赫赫有名的白发鬼手 名寿 他决定将狼猪让他孙女 孙女表示 我只要八分钟认识 孟超分析到 他还没意识到 世子的严重性 决定过去给他个上演 白发鬼手表示 竟然知道有点 为何要阻止我的收割呢 孟超讲解道 这只七眼龙狼猪 卡在一颗二集之间 贸然出手 所有材料都会爆分 看姑娘的手 必定就失败 小伙子 你都没看你 可以见得他 正在进化 孟超表示 我干这行几十年 怎么可能会看透 你可以破开外壳 一探究竟 小心使得万民主 明寿 亲自动手 还没操作几些 他的手有些微微颤 孟超见状询问姑娘 有没有三十万 一本正经的说 你爷爷肯定需要住手 而我是最合适的人许 姑娘不屑的 说再怎么缺人 也轮不到你这个臭食牺牲 这个老头 似乎遇到了棘手的事情 汗流满面 眼前这只狼猪是净化板 令他束手无策 孟超则表示很常见 姑娘问他 出手相助当真 只要三十万 白发鬼手说 只要你能将毒囊 保持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我给你五十万 两人配合起来十分默契 只见器官一贯一贯的取出 白发鬼手表示 有孟超这样的助手 实在太舒服了 问他会用什么手法 孟超表示 我会用反观七几 第四姐姐挺三连心 白发鬼手再次震惊 那样时间至少可以缩短百分度 可见 少年背后有多庞大的事 孟小友 你把秘方随便交给我 你家族 不会怪过你 技术是需要交流的 为了龙城的崛起 是绝对不能私藏的 姑娘表示 既然这样 你还问我要三十 这些钱不是个人享受 是为了地球文明 在一界头下的一此心 白发鬼手见他光芒闪耀赞美 如此年轻近胸怀大志 姑娘听完也自愧不如 白发鬼手想将仅剩的八十万 都赚给他 孟超表示 有点多五十万就够了 手机屏幕一亮 八十万已经过了 老爸正在被一个胖子敲诈 他为了孟超能考上大学 独自一人前往经理办公室谈判 还好孟超及时赶到 看见掉在地上的神经球 表示自己愿意负一半的责任 经理递过去一张二级危险 被孟超扇了一巴掌 经理反手就带来两个保镖 可这都不是孟超的对手 三两下就被制服了 经理也没好下来 直接就被打过原形 孟超还想上去踹两件 这时两名气度不凡的男子 走了过来 请 资源回收公司大老板 是个斩杀过无数怪兽的超反主 这位便是公司主管 得知自己的下属被员工打了 要把孟超抓去蹲大牢 孟超表示要抓我就赶紧 反正那个胖子没什么大碍 主管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狂的 秦腑扳手提起胖子 表面惨不忍睹 却没伤到任何精力 若去检测轻伤都算不上 一巴掌跟他呼吸 秦腑你确定要打我一顿 为你那没用的小舅子报仇吗 你当我什么人 想怎么解决你看着办法 那就材料的损失 我们一人承担一半 你说个价 我打秦过来 小子拿三十万出来 你们都可以滚了 暂时拿不出也没关系 可以写借钱 我不缺那种 只见孟超将手机递给你 递的一声 智库成功 其实这材料里面 有着价值一百万的精化神经球 秦腑这波血亏 原本想一人挣一半的 但是 你非得让我一人买一下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秦腑恼羞成度的说你可以走 谁知他会把所有员工都带你 表示自己已经找好了下家公司 秦腑此时想灭了他 远处走三个身影 分别是冥顾 白发鬼手 和雷霆战机副队 秦腑瞬间变成了舔狗 原来他们去年 一起围猎地狱凶兽 被秦腑一见目标 从此对他刮目相看 这边 孟超正在要回老爸的一万购物卡 和员工们的保险费 身为公司老保的秦腑 看不下头 连保险也没放过 抓住胖子 就是一顿乱和 孟小有雷霆战队这边 最近在搞清绪营 会斩杀大量怪兽 需要一批有经验的收割者 我这边正好有课 精化神经球 没有渠道出手 三天后 流程拍卖会 精化神经球档次费低 应该能卖个什么价钱 老师从 战争后期的特殊怪兽 具有心灵控制的利益 一到我的事情 为他们知情 会想尽办法抓我 读取我的记忆 需要一个身份 来掩盖我今后的笔记 老爸 今天的事你不用担心 我在网上认了一个失误 教了我不少本事 老爸表示 你竟然还在看那些 不电汤的东西 愣抄解释道 虽然有风险 但也有机遇 放心我一定可能 到时候 辛苦都不给我动手 那就早点睡 特殊视频 白家考 历化概率降低2% 贡献值提升200% 做了这么多 才结局平均顾目 妹妹该不会天生 就是魔奴吧 第二天 孟超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他到学习 同学和他讲 超级门牛顶太晚了 感觉一拳能打鼠一只怪兽 这是一位女学说 学习早损时 被班主任知道 班主任 让淑女学习惯 孟超拍打得多 谁这么没良心 想起来班上的同学 几乎全部融入其中 不如我们的大班主 孟超你不要确实权人 孟超表示 我又没说 一定是你 不要这么做 此时的班长表面上 说这次绝对没有 他想广告 配屁 我只是告诉了特色 还大言过 从他说 我竟是邪为歪 孟超这边 已经得知 虎飞雄搞定了班主 于是开始演习出自己的错 众人勾引 他就这么高兴 老师对我们的 超级马牛镜 很感兴趣 想在班上大力推广 你没同意 我不敢做主 什么 老师要取消学习小组 班长表示成功 没有捷径可措 大家还是努力修炼吧 和孟超还没有做完 原来 老师要把秘密两个字去理 对外公开 此话一出班长 如被剑穿心 此刻 老师进入了教室 孟超开始卖语 自己不应该 在网上看那些搜索 去年 自己已经摔过跟踪了 除非玄尸无辜 这些话 其实是讲给班长 老师让他注意点速 孟超表示 我平时文质彬彬 今日太自责 才出源不训 老师讲解到 超级莽牛镜 是非常更多的基础发力 大家放心修炼 孟超提议 既然这样 除非熊算是给班长 征担了工作量 班长应该也愿意 拿出一半资源给他 只要对班级 有利我绝无怨言 下一秒心里却在滴血 好你个孟超 舅舅给我争取资源 就这么 让你弄准办 要考本科的课课听识 你们需要闯过三关 第一关测试拳法 枪法 百米冲刺 第二关使用超脑 虚拟系统测试精神力 第三关实战测试 需要去真正的战争拼杀 如果不是天赋一饼 我劝你们打消这个念头 这位同学表示不公平 万一我们实战突然爆发呢 效果 这个世界本就不存在公平 当时我们一如所有 却要面对怪兽和丧尸 你要和怪兽 讲公平 还是和丧尸讲法 超凡者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那都是他们从妖魔广怪 普通抢 提醒你们一下 今年考证的伤亡率是 去年的两倍 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战斗俐落的同学 好处为之 他们正在为自己的考试做准备 这位同学却说自己 昨晚没睡好 发挥不出力量 结果一拳下去223公斤 还有这位说自己扭伤了腿 有些行动不变 结果 百米冲刺成绩9.57秒 每小时40千米 楚飞熊也在床心高 后来班级记录 孟超却被班长说成了废物 两人的仇恨也更上一层落 此时的孟超 打算来课试百米冲刺 班长表示 你不要想着够门 自己有所提高就不错了 只见孟超使用耳朵文静 速度赛过闪电侠 成绩8秒57 谦虚的他说自己太弱了 没资格考本科 眼看楚飞熊就要爆发了 他又要开始侧力量 上去就是一拳218公斤 女同学都感到害怕 这还是之前那个孟超吗 此刻孟超又开始装起来了 报告老师请你出去一下 我要打孟超一顿 孟超见状要请他们喝奶茶 老师表示 还是我来请吧 你的家庭情况 我们也都知道 我昨天和老爸 去收割怪兽赚了不少 金奶茶 还是没问题 但是班长你三三五次契物 咱们做个了断吧 老师你可要为我 作主 孟超同学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物 我那是格力 只不过语气重了一名 孟超拿出录音笔 这回班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大家都觉得他很过分 孟超正是想要宣战 只为将他搬出之为波罗 注意看 非暗中伸出一双手 眼看就要抓住这位少女了 原来是场误会 孟超只想当他调整肌肉 看来 这种教学方法行不通 得找新的渠道 要不然考试前 自己的伤都治不好 楚飞雄 你待会就去整研磨头 让他看看你的超级网的牛镜 为什么 他可不止交账本班 会曝光网 第一 研磨头来自军化 他肯定会对你光目相看 第二 我要费了多号量 所以 需要有人与他就对抗 这件事迟早会瞒不住 还不如拿去换点利益 那你和我 一起去找到首考军校 孟超表示 军校不适合我 我想找个郭文静厉害的高手 于是 楚飞雄给他推荐了一个美女 孟超笑得很是猥琐 这个女孩说自己准备好 结果 一桶水朝他脸上洒去 女孩眼睛一亮 就有彩虹围绕 原来 她在直播教学郭文静 孟超愁眉苦脸的 坐在沙发上 吐槽手机屏幕太小 有个东西看不清 于是投影到了电视上 这一幕被回来的妹妹看到 妹妹立马阻止老妈进去 孟超见状了妹妹怎么了 她表示 这真是我不用付费就能看的吗 直播间里 孟超在指点燕飞柔 还说 私聊免费上教程 却高到了狠私的质量 为了让她相信自己 孟超直接送火箭 小草发觉孟超不对劲 来到门前后悔 看见孟超拿着一块肉 像是在惯令身体 此时 燕飞柔收到孟超发来的信息 看在火箭的面子上 就瞄了一眼 内容让她无比震惊 直呼这简直不可思议 急忙打电话给师兄 师兄分析道 这也许是波文静现在的漏洞 两人观看着视频 只见孟超手上的肉银 震碎 另一只手的豆腐 毫发无损 给两位传人都整不贵了 决定交给师父除了 为了不泄露自己的身份 孟超将网民改成传火老人 就是这样一位实力超强的修炼疯子 在网上传播各种修炼技巧 贡献值也不断提升 这个拥有八块腹肌的男人说 自己的女孩被骗了 如果领先时代半步是天台 那么领先一步就叫疯子 这套改良过的波文静 至少领先三个时代 简直丧心病狂 招数虽强大 付出的代价也是同等的 好端端的基础发力法 被改成了奇功决议 真是荒唐 招数的创造者 简直是个恶魔 这套功法像是为了战争 提供给那些强者 去对抗怪兽用的 修炼此法 会给家族带来严重影响 令燕飞柔马上去澄清此事 孟超发现贡献值加的有点少 打开手机 才得知自己的招数 百年时 新草和血泽女王丰的翅膀 出现在脑海里 还给自己按了个恢复 走到大厦面前 起了格外的独立衣气 想回去换衣服 时间又有的不够 毫不犹豫的走进去 不料被保安拦住 表示没有腰挺寒 此路不通 只好打电话给命网 保安下的直冒冷汗 连忙说自己有眼不识菜山 里面不仅有玩不倒地 还有花花工夫 殊不知当末日来临 他们将成为一具孤 豪门全贵 盖世神功 多如梦凡泡里 只有将食物转化成力量 才能以怪兽抗护 这时有人说 他是个饿死鬼投胎 还有人说 他像人形怪物 孟超不停的生气 反而觉得很发展 你见过去拍卖 会穿校服的吗 宁姑娘 问孟超是不是故意穿成这样 吸引别人的目光 我没有 不要胡说 难道你师父没告诉你这些 其实我没有师父 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 叫传火老人的前辈 经常受他指点 他是一个拥有大智慧 能动车未来的人 听了孟超的吹捧 是我知道的其中的奥姆 血色女王蜂 是子官不舌王天敌 会分泌出一种毒素 让舌王死于心脏 停止跳舞 百年食心草 恰好可以活化肌肉脂肢 三者兼备 可解我体内不如 传火老人 实质上神 孟超表示 传火老人 还要教你反观七景 您说我激动的差点犯病 还没玩呢 他老人家说 无论是武道 还是人能科技 都是人民的智慧结晶 应该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他只希望你们赶紧恢复 创造美好家园 您受我赞美到前辈风采 无高山 胸襟如大海老夫 实在配 您姑娘也觉得 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教出孟超这种无形少年 您老叮止孙女 要和孟超搞好关系 可他还是高中生 比自己小三岁 两人正在窃窃私欲 行走的电灯套走 过来 果然偷听别人讲话 是要付出代价 还被安慰到魂园底 还好小弟前来救场 才不至于颜面死地 孟超顿时感觉他好多了 只见姑娘一脸娇羞 快看 这个魔术师要给大家表演吗 不对 今天他要拍卖一颗精化神经球 90万起步 最高出价 却是133万 这可给孟超猛坏了 两小时后 一位战士走上舞台 说自己在森林深处 捡到一颗蛋 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请大家帮忙鉴定 来自乡下的孟超表示 让我看看 很显然 孟超很仔细地在鉴定 结果 什么都不知道 众人叫他滚下来 这位小伙也不甘示弱 表示自己略知一二 会长问他是否愿意 那就恭敬不如同命 龙城南边迷雾中 有一种如木花 三年一结果 有概率 接出便一鬼眼果 野猪吃了都会结食 若金蟒吞了体内 有鬼眼果的野猪 那么鬼眼果 就会在金蟒腹中 消化形成 蛟龙之眼 所以这就是一枚 价值连城的蛟龙之眼 俊少真是火眼金金 不像某个村里的孩子 英老表示 他不过是个高中生 如何能辨认所有材料 请问这颗蛟龙之眼 值多少钱 一口价525万 这么精准 有什么说法吗 收割手法的缘故 导致损失三分之一领域 否则至少一千万 看来 你们雪狼战队 要找专业团队合作了 转身就要送梦超几句话 收割者虽门坎低 但天花板高 住在出租房里的你 接触不到这些 真不知道 宁老头子怎么选择了你 此时的宁姑娘 只想打掉非俊主 宁老也想去帮梦超一 慢着 我让你走了吗 东西都鉴定错了 还想走 门的没用 是吗 你刚刚都说不知道 现在又要耍花招 嫌不过丢人吗 蛟龙之眼 这么普通 我怎么会不知道 关键是 这颗蛋 叫蛟龙之眼 所以我才思考了许几 你居然为了面子 在这里不说八道 梦超断不是信口开择之人 但所谓的蛟龙之眼 老夫从未听过 前奏刚想起 三人已经坐稳了小板凳 梦超化身成讲师 回言果 其实会发生二次变异 成为妖言 如果野猪一开始吃下去的 是妖言 那么最后凝结出来的 便是这妖龙之眼 孽少女 若把这颗妖龙之眼 当成蛟龙之眼 用来冲击更高境界 结果只能是死亡 说的比唱的都好 你倒是拿出正证 梦超表示 随便哪种妖龙之眼 都有质素 你们不妨钻个口 弄点粉末测试一下 在金盒上钻个 材料就报废了 知道我们不敢测试 才肆无忌惮的说吧 这时 命老花八百万 买下妖龙之眼 给大家做奠定 戴上面具的他 像极了科学家 没过多久 众人就闻到了妖龙之眼 散发出来的香味 明老将粉末装定名气 再加入几滴毒性测试剂 有毒 真的有毒 那个高中生居然说对了 贡献值正在快速增加 孟超把目光转向廖飞俊 论背诵我应该是你一 自然是要跟孙子讲一讲 收割者 到了 再厉害的收割者 也要承认自己 对某种材料的无知 这次 你一知半解的出了风头 孽少却差点成了死 别误会 我只是真心想直颠 明老立刻舞踪孟超的组 连忙说道 我这个朋友不太会说话 请大家多担待 廖飞俊表示 你放这种狗出来养人 不把我爷爷放在眼里是吧 我的名字也是你名叫的吗 不就是积木 好让你爷爷过来找麻烦吗 一个月后 我和他公开较量 他赶了 到时候希望你不要说 我爷爷欺负一个双手 看的一看 这里是30万鉴定费 另外还有一张我的影片 有麻烦就找我 男子交代完转身就走 宁雪师让他把卡收起来 这个聂尾豪是出了名的王父子弟 某种信息突然被点亮 梦超都梦 我就参加了个拍卖会 怎么会救了一个人 十分钟前 五星超凡者 阉阵男在迷雾森林猎杀凶兽 不料遇到一只变异 武器对怪兽没有丝毫作用 局势很快落入下风 忍着疼痛抓住怪兽的触手 只见眼睛里金光闪闪 他使用了强化版的波纹镜 怪兽瞬间支离破碎 这力量太可怕了 我的战斗力提升了两倍 队友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此时他才知道自己得罪了一位高人 回到家就被父亲打了一顿 父亲表示 地上的你 不惹非要去惹天上的 掏出酒吧 配就要枪毙他 燕飞柔健壮急忙倒在前面 我们燕氏一族虽然不强 但也不至于被他人随便打捏 那个老怪物有什么可怕的疑问 如果他真的生气了 我们燕氏一族将就此灭绝 就是当年那些从丧尸灾难中存活下来 不惜一切代价 探索超凡之路的先驱者 龙城高藤早就发现迷雾深处 还存在着更加恐怖的怪兽 为了应对这些怪物 那些老怪物们 一直在研究如何升级功夫 强化版国文静 可能就是因此而诞生 说完就给了燕镇难意 天大的机缘 就这么被你这个废物讲过 去做你的猎人吧 以后集团的事 你不用管了 燕飞柔因为抵制了 孟超的强化版国文静 正在公开道歉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原谅 孟超见他这么有诚意 便不再追究 燕飞柔又说 以前辈的地理 无论是送金钱 还是资源都是一种误语 孟超则表示 你尽管来侮辱我吧 我抗压能力极强 这时 左浩然正盯着他 于是让燕飞柔去查他家户 今天是孟超高考的日子 自从燕飞柔承认错误以后 每天的贡献值都上千 我的暗伤也快恢复了 走到校门口 真是冤家路窄 两人又碰面了 左浩然表示 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 孟超提醒他珍惜 最后一天当班长吧 扭头就走流他 一人站在原地 这次的考试 不仅关系到荣誉 也关系到生命 请各位老师严格监督 楚飞熊极限权 249公斤 重力榜第21名 孟超极限权 240公斤 百米冲刺8秒55 暂列全校第19名 校长看了都说蛮好 左浩然极限权 250公斤 百米冲刺8秒49 暂列全校第9名 左浩然太强了 直接领先 孟超20分 来到最后一场射击比赛 测试时间为2分钟 要将50发子弹全部打出 固定把10个一环1分 移动把9个一环3分 黄金把一个一环10分 号角已经响起 孟超还在组装 左浩然就已经开始射击了 只见他枪枪10环 时间还剩40秒 孟超还没开始 校长挑了他一眼 表示小伙子有甜品 他拿几步枪 准备打最低跟的固定吧 楚飞熊看了都着急 不过还是枪枪命中把心 10秒之后 是移动把射击 孟超接二连三的拖把 难道这场比赛真的要输了吗 仔细看 孟超在比赛中紧闭双眼 随后将子弹全部打出 时间刚刚好 妹子都误以为 他心态不好 才乱打 他却自信的说 我这枪法堪称完美 楚飞熊听完汗流满面 跟我还死鸭子者硬什么 那边传来成绩 左浩然枪械测试 515分 暂列全校第11 不愧是俱乐部里练过的 众人以为 孟超这次输场 没想到他却是588分 全校排名第8 班主任看了都流泪 不可能 他明明脱把 极其严重 一定是把我们的成绩弄混 看见左浩然这么失望 舅舅走过来 安慰他快去休息一下 你以为 他们就这样离开了吗 左浩然竟然提出来一场 男人之间的战斗 孟超毫不犹豫的接受了 20分钟后 两人来到小树林 这里是解决私人问题的地方 此战之后 以前的恩怨一笔多消 就这样 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不知不觉的 战斗了几十个回合 很明显 孟超体力不支 飞来了一拳 飞了二三十米 左浩然想用改良过的催心锤 毁了孟超 见孟超以上钩 露出阴险的表情 分析到催心锤 留下的暗伤 连医院都查不出来 只要我不承认 谁又会在一个 废物身上浪费时间 左浩然 你果然和以前一样恶毒 孟超一拳下去 打出了几十年的粽 左浩然 输了 这一切都是孟超计划 他为这一天付出了太多 班长瘫倒在地 询问孟超 对他做了什么 孟超经过一番探索 从他身上找到了录音 放心吧 左浩然 你只是脊椎断了 还死不了 你现在的医疗技术 两年后 像普通人一样 生活完全没问题 你躺着别动 我去叫老师过来 你以后不能成为超凡者 最龙城 反而是件好事 孟超 我一定要你 不得好死 某种信息 以重伤普通市民 左浩然 拯救了大量士兵的生命贡献值 增加999 十分钟后 老师们到达现场 谁把我家浩然打成这样 简直是无法无天 正教处 快把凶手抓起来 这哪项的学生 简直就是对方 孟超举体双手 我没有想逃避责任 在此之前 有些东西 要给你们看看 严老师 你去记着布条的树上找一找 我放了八台超清晰摄像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孟超表示 和班长这么厉害的人切磋 当然要全方位 无死角记录了 你便回去学习提高成绩 我刚恢复没多久 浑身软绵绵的 班长怎么会被打成重伤 孟超快说 舅舅让他想清楚再开口 我只是用了龙舌镜 是吗 错过的治疗 可是一辈子的事情 你确定要骗我 这次左浩然才承认 自己用的是崔心锤 楚飞兄很想知道 他受伤的原因 严魔头讲解到 崔心锤是很厉害的杀招 因为还没修炼到家 被孟超击中胸口 导致脊椎暴裂 这招数对同学使用 也太恶毒了吧 这是左浩然就由自取 跟孟超没关系 那也是私斗 一定是孟超故意走近 我重申一遍只是切脱 发生这次事故完全是个意外 事情闹大了 这双方都不好 校长过来远程 还是先把孩子送去医院 严魔头 询问孟超在比赛中 保留了多少事 不多也就两三条 这么说来 你是故意的 我需要一个解释 自我防卫 我看你这是先发之人 提前除掉一块 我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命运 交给别人 如果一头凶神恶煞的怪兽 要吃了你 难道你还要分辨他 是不是饿了 我能做的 这又布置好陷阱 他要是来攻击我 结局只能是死亡 你这个解释 我可以接受 剩下的麻烦 我来帮你处理 孟超开始拍马屁了 严老师 我就知道 全校数你最公众 既然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可军校 孟超表示 军校不适合我 于是拒绝了 我喜欢切开怪兽的皮肤 收集每一滴血液 将可怕的怪兽 分解成闪闪发光的艺术品 严魔头听完 感觉自己来到了北极 自己还有一个问题 听说你那天梦见我死 可把孟超吓坏了 急忙说梦 都是相反的 严魔头提起了过去 自己曾是赤龙军的一员 既然人都逃不过生离死别 那我只想死在战场上 就算被怪兽收入腹中 也要用骨头刺穿他的心脏 对每个战士 这都是最光荣的死法 谢谢你 孟超 见过我阵亡在战场的样子 左浩然这边还在抢救 舅舅和他说 现在的技术比以前好多 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全域了 那我还是参加不了高考 我要孟超死 舅舅帮我弄死他 我虽然权力大 但也不能一手折片 我给你父亲打个电话 社会上的办法 你学校多 左浩然提出 要先对孟超的父母 让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人 去遭受绝望的痛苦 在这百米之高的大厦里 红衣女士急匆匆的要去见董事长 她的丈夫走火入魔 进了医院 特意前来寻求帮助 左擎天并不行伸出援手 反而想趁机剥夺她的权利 这可把女士惹急眼了 我丈夫辛辛苦苦 在公司打拼了三十年 你这是趁夺打劫 我的一番好意 被你说的这么不堪运机 理解你的心情 等忙完这段时间 我去看望他 说完就让往安送客 自己终于可以掌控一切了 到时候和儿子联手 一定可以干一番大事业 这时接到一个电话 得知自己的儿子被别人废了 还是个住出租房的群想 发誓要毁了他全家 此刻员工传来消息 咱们的货物被人查了个彻底 记者准备登了 他直接当场吐息 不知道得罪了哪位高人 孟超还在担心 父母会不会出事 准备向顽固子弟求助 不知不觉贡献值加了五千 原来是 燕飞柔一手操作 浩瀚集团现在身败名裂 欠了一屁股债 他们竟然用变质的怪兽血液 冒充超兽血液 这可是龙城之大忌 现在超凡塔 已容不下走的云天 他不仅要废除超凡之力 还要将老体坐穿 孟超心里的大石头 还没完全放弃 感觉有什么事没完成 燕镇南这边 算是通了一层屁 直夸传火老人好经常 把别人搞破产就收拾 也没和我们燕氏计较过 父亲上去就是一子 难道你还想要人家 给我们带个帽子 燕飞柔询问爷爷 为什么这么了解 传火老人 我有一个朋友宁瘦 身中剧毒本打算金盆洗手 前两天 突然得到传火老人的指点 过我拿了几个药物 我断定他遇到的 和我们遇到的是同一人 燕镇南提出这部分 没人 能精通两人不同的别地 父亲又是一人 你这个废物 不行不代表别人不死 喧哗的大街上有卖菜的 也有卖肉的 大街我这里有镜头的牌笔 要不要来两斤 隔壁老王走过来 让他帮忙看看 自己买的牌笔香不香 肃心询问 买这么多是怕居家隔离吗 这话老王显然不爱听 调整心态后说 自己儿子考了好成绩 得奖励他一下 肃心被迫露出笑容 之后又放下服装 对着老板 说给我来三根牌笔 要四根给他多一个 这可给家草调 今天阿超考试成绩不太好 到时候大家少说话 能懂我意思吗 放心 这不还有我 以后我成就超凡者守护这个家 到时候哥哥都要抱住 我这个橄榄枝兮 孟超心不在焉的回到家中 老爸和妹妹 真以为他没考好 见到一桌子大鱼大肉 孟超总感觉不对劲 妹妹直接就说放心 你失败了 不还有我这个顶梁柱 孟超表示 你当顶梁柱这个家就完了 自己今天考虑从校第八 十天后进行第二场 此时三人的表情 和你表情包里 第一个是一样的 妹妹替他留下了泪水 自己什么时候 能将哥哥踩在脚下 老妈甚至要给他拍张照 还发了朋友圈 表示我儿子这么厉害 不得炫耀一下 想起白天在大街上 遇到老龙中 孟超示意让老爸管管 老爸表示 这都是小场面 你妈早就把资源回收公司的事 传出去 弄得我想到的是怎么样 这几天都没脸见人 老妈还沉浸在喜悦之中 朋友圈已经有十几个大 孟超本是恼火 这想区没法呆了 妹妹给他推荐了一个 名气极高的省区 他现在只想赚钱 搬离这个出租房 我和庆囊医疗中心约好吧 明天带老妈过去看嘴 我已经比以前好多了 何必浪费这个钱呢 再说去公立医院 还能报销 公立医院可没有 超合金仿生关节 我知道你心疼前 等我当上了超凡者 这些不算什么 一番劝导下老妈同意了 他表示自己 好几年都没跳过 等你双腿恢复了 我弄个最大最豪华的酒店 给你和老爸展示 家头突然觉得 割倒霸气 第二天来到医院 这就是主治医生 只见他闭上眼睛 睁开时 竟然多了两颗眼睛 妹妹健壮害怕极了 孟超讲解到 这便是一星超凡者的 灵魂境界 到了二星 灵变境界器官会产生变异 别说重途了 长对翅膀都正常 既然这样 他为什么不送老妈去拍片子 三星超凡者 能内视自己的器官 对患者的身体 两如指指 四星超凡者 将扩大探索范围 五星超凡者 通过气息 就能察觉病人的情况 哪还要用到机器 这边治疗已经出结果了 彻底恢复 需要一段时间 随机递给孟超一本书 这是怪兽研究所 推送的尖端技术 利用怪兽的细胞 激活人体的潜能 新长出来的细胞 与人完全融合 进行战斗完全没问题 那这会不会贵 不多 打个六折 就三百多万 听到这个数字 三人差点被吓晕 医生又说 若是孟超能给我展示一下 法官七级 我只收你们两点 这笔前分四个阶段 一阶段五十万 老妈做梦 也没想到 这双腿付不值钱 快看 这个人的技能 不是大师级 就是完美级 他还在思考自己考试 能不能过 孟超听说你极限权力 突破二百九了 是真的吗 楚飞熊表示 我两百九十九都没打过他 他最起码有三百以上 仇恨值瞬间拉满 都安静一下 调整好心态 你们要记住 想踏上超凡之路 心灵极为重 没有心灵即使侥幸 得到了某种力量 也和丧尸怪兽 没什么区别 心灵之花 从血肉之躯绽放 但又超脱血润 只有面临死亡 他会知道 自己是懦夫 恶棍还是力量的主 随着龙城日渐强盛 各个地区都被清理干净 只有这里保留了原来的样子 成为永恒的记忆 都是为了纪念 那道黑色历史 我发誓 绝不会让那些妖魔鬼怪 再次染指这片土地 龙城穿越的第一个十年 是冥芒 凄惨的血色时代 我们丢失了大部分人 为了生存 无数衣冠楚楚的文明人 变成弱肉强势的暴徒 神秘病毒 在市民间传播 感染者变成丧尸 如瘟疫一般快速破散 躲在残横断壁 色色发抖的人们 都认为这就是墨语 这反而是龙城的新生 病毒创造出了丧尸 也催生了新抗体 基因枷锁被解开 人类因此直接吸收灵能 开启超防之路 在这场黑暗的战斗中 仙烈们都能杀出一条血 唯有火种还有大家 为什么就不能 龙城穿越的第二个十年 面临比丧失强大数倍的怪兽 此时的人类今非昔比 他们有了对抗怪兽的武器 第三个十年 迎来了新的时代 武道修炼和灵能科技体系 逐渐成熟 赤龙军的战斗力 无坚不摧 我们还在地底深处 发现了古老的遗迹 并在遗迹之上 修建超凡塔 第四个十年 随着怪兽的威胁慢慢消散 龙城开始火速的生产 和建设 破大的面积 以地球高五倍以上 还研发了超脑科技 第五个十年 就是今天 胜利与龟黄并同的时代 这次我要纠正所有错误 弥比一切遗憾 一转眼 已经来到了考试现场 正面无敌的棋制 是建中学校 听说他们的妇女 都是四星超凡起 楚飞雄问道 超凡者还分星星吗 梦超给他上一课 一到三星叫地晋 四到六星是天晋 七到九星 但是是晋 各位同学将来都是祖国的希望 成为超凡者 不仅是一条龙华复顾之路 更是关系到龙城的新王 大家一路走来 肯定深有体会 请你们仔细写一想 自己究竟要不要成为超凡者 没找到答案 心灵测试 但无法通过 这时 严摩托推来 一车兴奋剂 吃了可增强抵抗力 但嘛 接下来听一下 优质本科介绍 这次的讲师 正是梦超的朋友命学师 农大科学学院的 学生会副会长 资源是文明的第一要素 灵化植物的种植 生化术的调制 火星矿物质的采集 任何一个行业 做到天花板 都是前途无量 梦超表示 你来展课 我怎么冷静得下 依我看 只有梦超被逼失了心 注意看 这个高大威猛的男人 要打梦超一顿 竟有同学将其拦下 金展鹏 瞬间被他的无知吸引 决定要和他赛个高低 同学也正有此意 金展鹏二话不说 给他展示了一下 自己的实力 梦超健壮 你光有一身肌肉 又有什么用 能打得过迪迦奥特曼 狮子国兔毕竟全力 能够用智慧 何须用努力 头一次听别人 把阴谋诡异 说得这么光明正大 听说 你废了嘴浩然 敢不敢和我比划比划 梦超大嘴巴 直接护他脸上 楚飞熊直接扣666 金展鹏 还在想自己 明明用了七成杀 他为什么没被吓了 听说 宁血是要来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理败 一脸得意的 说自己和他关系 不料 他竟是来找梦超的 此时 金展鹏心里 挡起了一首歌 雪是姐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来找你 要不然我才不来你 这当讲师 看见梦超一关不久 笑了起来 这么多学生 就你对不成样子 金展鹏想上去 刷一下存在的 宁血是给了 他的死神威信 女神的冷漠 使他胡思乱醒 人群中 他两个淡发的光芒 额外的要语 众人都举着 清奶茶的广告牌 这次来找梦超 主要是让他考虑大学院 梦超说自己还没想好 这可把宁血诗集坏了 当收割着 我们学院教学 是最后一阵声音 传来 烟飞柔驾倒 上去就抓住 梦超的小鼠 宁血诗 也只能眼睹睁开 他们每个人脚下 都有一个圆圈 只要踏出圈外 就会取消考试资格 这些触手就是超 戴上之后 自己将进入到 另一个空间 梦超正看着女孩 被怪兽吃掉 他就像没看见一样 无动于衷 因为这些都是虚拟 老师正在观察他们 不一会儿就有学生晕了 这就意味着考试失败 金展鹏还算厉害 心灵值高于6% 但是我们的梦超 依然是100% 裁判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孩子是吃怪兽广大的吗 甚至还把怪兽当宠物来了 这时怪兽可急眼了 要吃了它 不知从哪弄来一把刀 面对扑如其来的恶趣 他施展了 自己专家级的百战刀法 被一根尾巴穿透了身躯 游戏到此结束 没想到他穿着一件复活甲 怪兽都傻眼了 被梦超大卸八块 安详的躺在地上 看着一具具尸体 他又有心想 随着怪兽的器官被取出 他以为这场虚拟的战争结束了 不料更强大的怪物出现在眼前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 成绩已公布 只有梦超还在继续刷怪 这位同学想知道 主飞熊是如何进500强的 只要将梦超的脸和怪兽连在一起 这样你的怒气值得拉马 公关轻而易举 这时梦超苏醒了 怪兽太多美法 成绩飙升到了前30 男人正在发泄自己的愤怒 罗海会长对他很失望 真是白白争取那么多资源 梦超听完都笑了 同学似乎还有问题想请教 自己只是想帮大家顺利考上大学 才接近女神的 看来是我不配 看见金展鹏要过来 上前迎接彼此之间 肯定有误会 金展鹏可不这么用 建中学院的罗海会长 向梦超打个招呼 他是来给梦超送祝福的 顺便交个朋友 下一秒梦超就被两个妹子拉走 可把金展鹏长扑了 罗海会长露出死神般的目光 跟金展鹏说自己愿意赔一块钱 你和梦超一起进入霓雾森林 结果无非你死 梦超这边想趁机摆脱两位妹子 可面对资料的诱惑 还是束手无策 距离高考还剩十天 资料已经人手一份 晚上突然警报声响起 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零 无数触手缓缓出现 巨大的神秘怪物就此诞生 梦超叮嘱大家不要和他对事 装甲飞艇从头顶划布 对着怪物裂空魔眼瞬输出 高高在上的超凡者也支援过来 个个都身怀绝地 消灭怪物的同时 自己也有所损失 人们心中的信仰就吐动他 有人正在传播战斗之歌 信仰之力重新归来 他们现在有了必胜的决心 快看啊 这个超凡者身后出现一只怪兽 还好同伴及时出手 随着一阵阵的爆炸声 怪兽伤亡坦重 严魔头全副武装的走出来 他正要去前线 除非熊也想跟着去凑热闹 坦遭拒绝 众人提出抗议 同学们的心情 我能理解 战斗绝非而戏 被牺牲的有价值才行 留下的每一滴血 都要换来回报明白 我已经老了 就算战死也没多大关系 但你们不同 你们还年轻 是龙城未来的希望 实在要上一系 等我们老实都阵亡了 捡起我们的武器 到时候随你们怎么打 校长瞬间化身超凡者 当兵几十年身上 有无数条伤疤 交代完准备上战争 孟超回忆起前世 这场战争中 他会受伤 把危险所在都告诉了他 贡献值增加一百九十九 究竟是怎样的强者 才配合上英雄这个程度 孟超为了能帮助大家 去了修炼室 同学没一个打得过他 看看这副模样 就知道有多痛 即使这样 他们还是没有放弃 这名战士 还在向外电团拿信息 下一秒就被怪兽袭击了 他们就在想安全趋劲 这时黑暗中出现一道光 无数怪兽冲出来攻击人类 老爸正在担心 家人有没有出事 自己头上却悬挂着一张嘴 他将成为怪兽的盘争摊 你见过战斗力 这么强悍的美少女吗 怪兽袭击了他的家园 他不得不挺身而出 挥舞手上的长刀 见一个凯克 见两个斩一双 随后体力不支 傻傻地站在地面上 见几魔珠 从背面扭冲过来 完了 这下死定了 刚刚花光了所有力气 现在连站起来都是问题 生命的镜头 一枚导弹 飞过来击中怪兽 不给你点颜色瞧瞧 还真当我不停在 之后骑上大牙展开战斗 怪兽却朝白家草方向跑去 老太太说什么 也要救下他 直接挡在剑井魔珠 正前方近距离登基 但凡人之躯 又怎能与怪兽抗衡呢 家草见他还活着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下一秒 却流下了眼泪 只见怪兽头上满是鲜血 都是眼前这个老太太留下的 他被剑井魔珠刺穿了身体 从学校出来的孟超 正往家里看 回到家没有看见妹妹 询问老爸也没得到回忆 只好走进家草的房间 他正躲在被子里 又起 王奶奶牺牲了 很快就要变成丧尸 都是因为我太弱 如果他还活着 一定不想看到 现在这个样子 心灵的强大 才是真正的强大 不然 只是力量的努力 不但救不了任何人 还会酿成悲剧 我们一起去王奶奶家 做个见证 病人被剑井魔珠刺穿户 内脏损毁严重 呼吸机衰紧 死亡率上升 为防止失变 已扣上拘束所 病人已经丧失了 80%的脑堵支 心跳将于三分钟内 停止跳动 家属是否认可这一判断 我同意 病人生前签署过 遗体捐赠协议 志愿加入赤龙军永生旅 按程序 需要两位邻居来做见证 我们就是为此而来 下面来看一段视频 小娟 当你看到这段视频 说明我已经死了 你也不要太伤心 这一生经历了 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 能侥幸活到现在 我已知足 记得多年前 我才14岁 那时龙城还没穿越到义子 一个比我大五岁的姐子 忽然生了一种怪病 全球只有三列 致死率百分之百 之后为了让得病的人 能够治好 姐姐捐献了自己的遗体 后来 医生将姐姐画的画交给我 我把画折成千纸鹤 带在身边 姐姐一定会在天上看中我 守护我 奶奶希望自己 你变成星星 看着你们这些孩子平安 快乐的走大 视频播放完毕 没有异常 所有人向志愿者遗体鞠躬 以最崇高的境遇 随后医生给他注射病毒抑制剂 将四肢的束缚减开 丧失起身 朝他发起了攻击 医生拿枪 对准他的脑袋 并使用心灵秘术 试图唤醒他的内心 与病魔的斗争 使他非常痛 最终流下了眼泪 数据显示 一切正好 他不再是失去人性的形式 而是为保卫家人的永生者 有些人活着却早已死 有些人死 却能在烈火中永生 奶奶被带走 小娟把宠物交给家草照 家草打开宠物佩戴的项圈 里面有一张结婚纪念照 还有一张画有小心性的照 这么懂事的女孩 你们见过吗 她和哥哥说自己不想住什么大别墅 只想留在这个破除租房里 与小区共存亡 孟超听完轻轻抚摸着他的头 此刻火种传来信息 各书市民白家草 非话概率降低5% 贡献值增加1112 距离高考还有一天 被媒体采访的宁寿 说要成立传火基金会 将毕生所学都传授于他人 前一段时间身受重伤 意外得到神秘人指点 简直是获得新生 孟超一听着说的不就是我吗 随后查看信息 大悟 原来市民单位不是固定的 英雄也不是天生的 任何普通人也可以晋升成英雄 于是用贡献值 兑换了一把雷瓶十字剑 还提升到了专家纪 帝式的怪兽中流传着一个传说 是关于人类城市 突然出现在魔兽山脉中的 20年前 强大的钻石九头龙 在山脉中崛起 收服了大量魔兽 为了供免自己的实力 九头龙打算摧毁龙城 那一天正好是学生高考的日子 钻石九头龙 遭到了龙城 对坚决的紧击 在十位神境强国之下 就算是末日凶兽 也只能重伤逃离 但这一次 人们不打算放过 陶土的魔兽 放过龙城城 虽远必诛 最终历经三个月之久 钻石九头龙 死在了巢穴之中 和人类一样 拥有智慧的凶手 感受到了人类的决心 自此六月八号这天 就成了怪兽的镜子 这样的考试 你们见过吗 利用双腿 站在倾斜的金属板上 即使这样也丝毫不影响 孟超刷题 甚至还能提前交卷 此刻 距离考试结束 还剩一个小时 果断点击提交 腰酸背痛的他 想要去试试医疗汤 一小时后 大家都走出考场 楚飞雄表示 这样的考试 谁发明的 一定要用麻袋装起来 随后 也准备去医疗舱 恢复体力 同学们提起考场上 诞生了一个学霸 八块腹肌的孟超 扶出了手面 询问楚飞雄考得怎样 同学让他打孟超一顿 楚飞雄表示打不过 三人只好乖乖 进入医疗汤 两小时后 成绩已公布 他们想知道 孟超到底多少分 又害怕受到打击 越是这样 孟超似乎越想让他知道 楚飞雄憋不住了 你成绩多少 孟超表示 也就939攻 全校第一 全是1084 他们瞬间感受到了 什么是绝望 孟超健壮 要强化他们的心灵 实在太容易受打击了 他们现在准备穿过赤龙江 前往江南大区 进行实战测试 途中见证了怪兽 被捕捉的过程 楚飞雄调侃这些怪物 简直不堪一逼 一位战士听完 让他先垫几块尿布师 以免测试尿布 大家快点上车 别浪费时间 火车行驶到了大条中央 这里有能发射 核弹的龙城巨炮 还有无数飞艇嘴舰的钢铁 银流 孟超产生剧烈头痛 他想起了前世 与怪兽大战的场景 他们已经来到了测试场地 所有人男左女右 去洗澡更换作战斗 10分钟后在这里击合 迟到者按测试失败处理 只见楚飞雄瑟瑟发抖流着眼泪 孟超趁机拨了一桶冷水过去 时间到 下面播放四大职业介绍 首个登场是得到英灵认可 成为英灵黑铁守护神的英灵史 能力是无坚不摧 还可与英灵合二无一 想要成为英灵史 智慧 性格 人体 力量确一不可 这个大块头就是机械师了 一名机械师相当于一只军团 紧随其后的是训兽师 训兽师在控制怪物时 大脑的某些神经里被开放 很容易遭到外敌入侵 我脑子里这么多秘密 还是小心点为好 灵能入体 激活灵脉 释放基因潜能 牵引天地间的灵能 释放出威力惊人的绝招 这就是五指 四大职业之手 这种拳拳到弱的感觉 着实让人向往 所有通讯器连接成功 考生身体指标正常 可以开始实战测试 午夜十二点 他们正在猎杀猛士鼠 为了避免怪物 跑偷考场上的 外围早就撒上了猛士鼠 天敌性吸塑 这就意味着数量有限 邦达手持家克林 提出要与旁边两位斗鱼狗 谢峰说着自己不感兴趣 罗海则说走中那个孟超不可想象 邦达表示那个换了一堆手 猎杀的奇葩 等他能到这边再说 只见孟超用铲子挖着坑 又将食品混在一起 随后疯狂搅拌 露出想出的表情 表示就是这个位置 老师们不理解他在做什么 不是闲逛就是玩虫子 正是一点异蛋 只有严魔头知道 他在背着陷阱 等待猎物上钩 这看似小小的饭团 能发挥多大作用 你们知道吗 此刻孟超已经上了死亡名单 猛士鼠眼看就要吃了他 不料被随手击杀 还送走了他全家 老师表扬到这位同学伸手做错 不手脚步非常精准 都是一技毙命 就是有些变态专挑母老鼠 只见孟超坐在地上寻找光灯 随即拿出一口锅准备做饭 又将老鼠的盘质器官取出 随后倒入两瓶红色不明液体 顺时针疯狂脚带 适当加入几滴怪兽兴奋剂 将其吸出 补抹在饭团表面 大功告成一枚红色饭团就此诞生 酒中啥时候出了一位科学怪人 校长便他直奔污水管道 但愿这小子能给大家带来惊喜 此时的孟超所到之处 皆有饭团的香味 无数猛是鼠袭来 他随手丢出几枚手没 产生巨大的爆炸 当别人还在想 谁胆子这么大 鼠飞熊就已经知道孟超要开始装闭 目前这四位的积分遥遥有些 邦达询问能瞬间击杀七百头猛是鼠 他是怎么做到 很显然谢峰不知道是孟超干了 罗海表示他不就杀了几只老鼠 后半夜才是重头戏 不错 后半夜的猛兽是猛是鼠的十倍 我记得他兑换了一把最便宜的神殿战刀 还猛是数多不久 估计是不打算参加后半场 来到这边孟超查看了台语 目前为止还不错 为了考入最好的专业 他必须全力以赴 看着地上这些小虫子 他抓起一只蝎子 看似平平无奇 实则暗藏玄机 从蝎子体内取出毒素神经 然后摇晃出别叶 刷在战刀本内 各式年度为优秀 生效时间优秀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凌晨三点 怪兽出笼 所有人提高仔细 确保第一时间保护考生安全 这三只怪兽准备围攻孟超 被沾满毒素的刀机动 腾到浑身抽搐 果然毒素可以破坏他们的平衡性 醉卧沙场君莫笑 鼓来征战几人回 在战场上想活着就必须去拼命 去死中求活 这里是一届战场 更强大的怪物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我们能做的只有速战速决 兼考室内老师们观察着孟超的一举一动 他命令属下去搜集资料 想要把孟超强行拉入龙城军校 这是旁边一位男子看不下去 你不问人家孩子意见也就算了 难道不怕误人子弟吗 以孟超同学的能力 来我龙大舞蹈系 将来的成就绝对不可忽量 不料农业大学资源回收系的宁选事 也参与了进来 他傲娇的表示 孟超的父亲是个收割者 还和我们学院宁设我认识 注定就是我怪物大学的人 你们二位不用争了 此时的孟超坐在地上查看排名 等待下一阶段的怪物出现 罗海分析以他目前的状况 想要猎杀下的阶段的怪物 怕是比登天还难 就是不知道第三阶段的怪物是哪种 这时手环同步的信息 碎润莽呈现在眼前 高达的表情瞬间紧张起来 碎润莽可是超兽之下最强的蛇类bug 老师们疯了吗 于是询问孟超会怎么对付这些莽蛇 孟超表示反正分数够了 考个普通本科肯定没问题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成功 但是不努力一定很轻松 只见三人根本接受不了 孟超微微一笑 打还是要打 不过只能跟在你们后面捡漏了 众人误以为他要抢怪恼羞成怒 孟超解释到这怎么能说抢呢 你们肯定不止猎杀一条碎润莽对吧 我只要跟在你们后面 在你们体力不支 脱离战斗的时候 找机会出手就行 罗海恍然大悟 所以这才是你刚刚疯狂砍杀幻影猫的原因 为了逼我们跟最终的碎润莽 但是你又怎么可能知道 实战测试的最后环节用什么怪 一个月前 高考死亡和伤残指标公布的时候 你们就应该知道 今年的测试非常威胁 并设定战术 而你们不仅无视了这个重要信息 还在战斗中追求完美 追求风度偏偏 或许在虚拟战场上 这个目标可以实现 但在实战中 会令你们陷入十倍的威胁 一番话不后 罗海心服恐服 没想到你居然一个月前 就开始制定计划 高达也表示这波被你利用属实不亏 孟超扛起大刀 教了你们这么多 希望你们能多重伤几只碎刃盲 让我捡捡漏 此时远处的碎刃盲已经苏醒 观望着他们的行动 罗海叮嘱不要同时 对上一条以上的碎刃盲 谈话间高达头上便冲进来一条 门口也有一条 加上破墙而入的刚好三条 本以为能轻松应付 可门口不知为何冲进来两条 无奈高达只好以一敌二 只见他使去全力砍向碎刃盲 连领甲都没伤到 好汉不吃眼前亏 既然打不过那就跑 无中也是非常的狼狈 由于体力不知高达 还是被逼到了墙角 千钧一发之际 孟超的倒计是已完成 寒光一闪而过 碎刃盲内骨直接被斩断 高达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孟超有点渴 随手装了一袋洗 询问高达要不要来尝尝 看这惊恐的表情 显然不知道孟超想干嘛 孟超讲解到蛇类的鲜血含有灵能 还能刺激中枢神经 释放细胞潜能 蛇胆可以倾恼鸣目 激发生命极限 蛇心里蕴藏着几滴心头洗 更是天然的兴奋药剂 不一会儿罗海等人也赶来了这里 手环也在这时传来了报纸信号 也就意味着有人遇到了威胁 鸣目附带考场 地面四分五裂 此时一位考生喊着救命正在逃窜 下一秒却成为了一具尸体 孟超亲眼目睹了全过程 这只浑身赤红色的怪兽叫血月妖狼 是犬科怪兽中的王者 杂实性生物 能分泌出一种特殊的激素 形成淡淡的血物 他们往往成群结队出现 拥有极高的群体智慧 孟超意识到一定哪里出了问题 高考不可能安排这么凶残的怪兽进来 这时一道光从天而降直击妖狼 孟超趁机询问 孙校长连你都懒 考场情况很危险对吗 可他并没有过多解释 迷雾来袭 所有考生立刻向外围疏散 罗海坚决的说我们可以留下来帮忙 孟超表示我们几个还不是超凡者 面对狼群能活下来就不错 根本帮不上忙 只见三人有点不相信 校长点头表示孟超没有再开玩笑 这不是你们能应付的凶手 再三嘱咐后他便扬长而去 没过多久后面又传来一阵嘶吼 看来想要全身而退是不可能了 地面的裂缝绝对有问题 战斗的时候尽量避开 一声令下他们握紧冷兵器疯狂屠杀狼群 挥出的每一刀都是为了活着 突然孟超脚下出现一道裂缝 同时也被一头妖狼锁定 就这样硬挡下了攻击 他与妖狼都被卷入空间湍流 到了另一边战斗并没有结束 他被压倒在地 于是他集中生至将胳膊觅视针旋转 用刀刺向血跃妖狼的头颅 因此这条手臂直接废了 你敢相信吗 这个男人为了取得胜利不惜扭断自己的胳膊 现在他要将错位的骨头复原 注意 小朋友们可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随后他黄顾四周看着远处的城市 万幸空间湍流并没有把他带到森林深处 这是一个耳熟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一看原来是方达在扮演植物人的角色 他目前还不知道自己身处城市外围 这时罗海和谢峰也找过了 罗海回顾三天前 发生过大规模迷雾降临 这才将空间震荡的能量统统都释放了出来 孟超也想起前世纪 高考后 龙城周围的空间涟漪 经常毫无征兆撕裂小规模的空间裂缝 突然传来火种信息 是否开启血跃杀戮者任务 任务目标是从血月妖狼的猎杀中逃生 并尽可能拯救更多考生 任务奖励是五千到一万贡献值 看到这么大的手 孟超也察觉任务的难度和危险系数绝对不低 不过任务肯定是要接的 于公于私这事都不可能袖手旁观 但是带着一群惊慌失措的考生 在黑暗荒野中对抗怪兽 也绝对不是什么好注意 此时狼群又在发出令人闻风丧党的叫声 孟超让大家别紧张 这是血月妖狼散播的血物 在干扰你们的嗅觉和听觉 其目的是令你们陷入苦荒四处逃跑 他们就会对你们实施逐个击破 不过血月妖狼自身的血液 就对这种毒素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用纱布和棉花捂住口笔 能最大程度减弱狼嚎的干扰 我们要去寻找更多考生 环节一行 才能和狼群抗衡 慌不择路的往城市方向跑 就会落入狼群的狩猎范围 必须鼓舞他们的士气 然后留在这里和狼群战斗 得赶紧把这些落单的考生聚集起来才行 与其绝望死去 不如让我们一起对抗狼群 赤龙君和超凡者肯定在争分夺秒地搜救我们 只要坚持到天亮就一定能得救 受孟超的服务 考生们的心灵指数回升 贡献值持续增加 他们又展开了救援行动 由于荒野里环境复杂 成员太少 缺乏照明 根本不可能短时间内找到所有考生 这时他灵机一动想到了光 大喊一声点 让大家来找我们 也给救援队提供坐标 罗海满脸疑惑 那不就告诉了狼群我们在这里吗 孟超回答道 就算不点火 狼群也知道 他们的嗅觉比我们至少灵敏数十倍 就算我们平住不息 他们也能轻松在黑暗中找到物 反倒是我们人类在黑暗中找不到彼此 以为自己孤零零被抛弃 变得恐惧绝望 越是这样就越容易吸入血污 陷入恶性循环 最终彻底崩溃 相信我 火光一定能聚集大家 我们一定能活下去 此时篝火点燃的不只是这片森林 还有人们心中的希望 他们不再迷茫 接二连三的朝着火光跑去 甚至那些快要抵达超反塔的平板 看到火光也停下了脚步 快掉头 他们在召唤我们 召唤我们一起战斗 夜幕降临森林中一缕篝火缓缓升起 远处的同伴也纷纷赶来 在此之前 孟超已准备好充足的食物 给他们恢复体力 这是一个巨大的飞影出现在眼前 罗海见状询问孟超那是什么 星星怪兽吗 孟超转过身也被这一幕惊住 随后一只爪子映入眼帘 渐渐的楚飞熊站了出来 真是虚惊一场 只见楚飞熊目光呆滞的问孟超 你咋聚拢这么多人 比我还兵强马壮 孟超表示人格魅力 你呢 楚飞熊回答道 巧了我也是人格魅力 这话就连一旁的罗海都不信 更别说孟超了 这时楚飞熊又悄悄的说起了小秘密 其实是我告诉他们 我家里有两个神境强者 七八的天境强者 然后他们就跟着我了 孟超听完直接将烤肉递给他 接下来的思想工作就靠你 顺便戴上口罩可以抵挡血污 孟超 你说我们离城市府里近 但是为什么不回去呢 虽然灯火近在咫尺 但最起码有十几公路 沿途迷雾罩 不知多少怪兽在黑暗中群群 贸然逃窜只有死路一条 半小时后从林中又响起阵阵狼嚎 他们也进入了战斗状态 但依然心生恐惧 怎么伴狼群如果冲出来 我们顶得住吗 不要害怕 血月妖狼个体实力并不强 只要我们不被恐惧击倒 他们根本拿我们没办 可该来的还是来 一具尸体的出现 大家又变成了一盘散沙 安耐不住兽性的狼也冲了出来 孟超听了楚飞雄的意见 召集九中同学排成一盘 施展了百战刀法 第一是迎面大披风 如果一只体型庞大的超兽站在你面前 身为普通人的 你是否会被吓到双腿发热 大家正在齐心协力抵抗狼群 然而狼王的出现 使这一切都变了天 只见狼王张嘴就吐出血雾 无慎吸收会陷入无尽的绝望 此刻孟超感觉不对劲 堂堂一只超兽 没道理对我们一帮学生有所畏惧 三两下就能涂光我们 何必让那些狼仔送死 一直在喷吐血雾却没有杀进 他到底在顾虑什么 直到一把匕首的出现给了他答案 没错他受伤了 伤他的人一定还在附近 于是将这个消息传达给大家 结果狼王对他展开了攻击 还好只是流了点血液 并没有丧命于此 该死 普通人和孟眼级凶兽之间的差距 根本不是技能能够弥补 为了减少伤亡 孟超打算以他同归于尽 恰好校长赶来给了狼王一拳 狼王也是被打到口吹鲜血 身为残星超凡者 应该不至于被卷入这场战斗 难道是主动跳进来 现在的他就如同变了一个人 一拳一拳的锤在狼王身上 局势也有所好转 可是能被称为凶兽的也不是吃素的 假装被打败 等待敌人靠近 然后重拳出击 好可怕 这就是孟眼级凶兽的智慧吗 连校长这种残星超凡 都只能勉强跟他抗好 重新站起来的校长 让孟超带着其他朋友赶紧离开 有灵验加速验 这点小伤根本算不了什么 说完便把孟超丢了出去 这时狼王趁机捆住了他的双手 想把他扯入攻击范围 到了狼王的嘴边 他手持相摸出 一瞬间火光冲天 这个老头有多强 你们知道吗 光是散发的气息 就令狼王感到恐惧 然而在孩子们面前 却表现得格外友善 我已经联络上了救援队 他们最多20分钟就会赶到 剩下的时间就让我来守护大家 此话一出 他们正在为胜利欢呼 这时孟超花费了2000贡献 值兑换出击治疗术 胸口上的伤痕也逐渐消失 无意间他发现校长的灵验很不稳定 便朝他走去询问人医 却看到了他身上的伤口 校长你这是致命伤 还激荡灵能干什么 对不起 我已经杀不动了 但不能受惠灵能 那头狼很聪明 我必须撑下去 释放全部灵验去吓唬他 直到救援队找到我们为止 孟超低着头 这样你会死的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应该待在医疗舱里静养 连一根指头都不该动一下 孟超同学 人故有意思 我们都会死去 不是吗 无论是以赤龙君的身份 还是酒中校长的身份 孟超流着眼泪回答道 你是一位英雄 不应该白白死在这里 我要是个英雄 会眼睁睁看着孩子们陷入危险 却无力阻止吗 会杀几只狼仔 就累得像调狗一样 在我们这些考生眼中 闯进这里的你就是英雄 既然我是英雄 那就更没有灵阵退缩的道理 孟超还是心有不甘 我会带人去森林里 拖住狼群的行动 这样你就可以休息一下 你这是带他们去死 我们只要一路向龙城的方向 突围就行了 救援队几分钟后会到达 这是校长沉默 他才意识到 刚刚这样说是为了安慰大家 英雄的觉悟究竟有多高 遍体鳞伤的他 要在救援队抵达之前 震慑住狼群 让他们不敢靠近 对人类而言 明知必死无疑 仍要堵上一切 哪怕粉身碎骨都要去做的事情 也是有的 去多吃点怪兽血肉 好好恢复体力 万一我死 救援队还没来 你们就只能靠自己杀出一条生路 这便是英雄市民的觉悟 不是速度 力量 境界这些可以量化的东西 那是某种不可动摇 也无法粉碎的决意 黎明升起 他们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夜晚 孟超同学 你说未来的龙城 还能像今天一样繁华吗 校长你放心 未来的龙城 一定会比今天更繁华的 那么在未来我们征服了异解 回到了地球吗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未来的我们 能不能征服异解 傻孩子 不能征服异解也没关系 只要别被异解征服就好 随着校长的牺牲 往往对他们又有了想法 好吧 放下那具该死 尸体 跑回你们闪闪发亮的潮雪去 我饶你不死 这畜生现在重伤 不想看我这块硬米头 放我离开 他随便杀几个学生 也就回去养伤了 血液杀戮者的任务 我只要逃离就能获得5000点贡献值 以我的分数 考进本科毫无难度 再加上火种的帮助 考考似乎看上去又或更大 但明知必死无疑 仍要堵上一切 哪怕粉身碎骨都要去做的事情 也是有 虽然这么做有点活来 搞不好本科都上不了 不过已经不重要 我已经放过你了 你还要干什么 当然是干掉你 随即将药剂全部吞下 提升境界需要消耗能量 这些狂暴的能量 总够了吧 少年服用了大量狂暴药水 现在他浑身充满了力量 于是朝狼王砍去 然而种族之间的差距始终无法弥补 他被撞飞在高空 狼王又咬穿了他的胳膊 此时体内的枷锁被解开 瀕临死亡 他突破成为了超反者 一刀劈在狼王脸上 这时狼王疯狂撞向树干 想要把他甩掉 此刻校长的英灵出现在他身后 有了降魔杵和究极境界的百战刀 孟超战斗力暴断 狼王的战败是小狼仔快速回原 大家又一次战胜了狼群 这时罗海感觉不对劲 狼群的行动太整齐 一定是狼王下达了什么命令 不好 是孟超重创了狼王 他们要去救狼王 跑得快的跟我一起追上去 这边的狼王让孟超快逃 狼群很快就要到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但孟超岂是等闲之辈 哪怕他被狼群吞掉 也要将这狼王绳之一体 手掌距离大脑只差20厘米 只要能再捅进去20厘米 就能直接将其杀掉 这时孟超眼睛一亮 狼王魂飞拓散 他们成功击杀了狼王 此事已是精疲力尽 但面临赶来的狼仔又该如何是好呢 危险即将接近 突然炮火声响起 狼群被绞杀殆尽 救援队终于抵达 龙城的地下正在举行送别仪式 今天我们在这里告别一位普通的龙城市民 孙大兴 他是最早的一批龙城人 为了守护人类 守护龙城 付出了他的全部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仍旧在为了守护龙城的未来而奋斗着 能救下你们 他的暂时英灵一定很欣慰他 一是过后研磨头找到了楚飞雪 告诉他有空去医院看看孟超 他已经昏迷了七天 上大学后 你们能见面的次数会越来越少 由于孟超过度激发潜能 导致长时间昏迷不醒 他的妹妹为此很是担心 就在这天晚上 他的手有些微微颤抖 脸上的汗也止不住的往下 第二天他就苏醒 原来是受到了血液狼王临终前剧烈脑电波的影响 不过狼王的记忆中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地方 那些血池和血茧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怪兽不是天然孕孕 而是人工制造出来的 就算是从末日归来的武 对于这个神秘的意境 仍旧知之甚深 看来只有等我变得更强 才能一一找出那些隐藏的真相 此时一封未打开的邮件吸引 点开一看 完成任务的奖励高达两万贡献值 这价格令他有些无语 这是因为突破了生命极限 所以通货膨胀了 随后看向了正在美梦的魅力 谁能想到 未来的非夜魔女居然睡觉巴基嘴 一想到黑夜魔女就偷偷 做了这么多事情 黑化代率才降低10% 到底是那个夜魔血脉的问题 还是有什么关键性的问题 因为私立医院比公立医院条件更好 令老爷子送我到了清南医疗中心治疗 说是为了表达对传火老人的谢意 在令老和苏医生的努力下 我很快变全域了 当然这种治愈是普通人层次上的 过于狂暴的灵能 虽然让我提前觉醒成为超凡者 打通了右臂的三条主脉 但付出的代价是 这三条主脉以外的主脉全部省 也就是说 我成为了所谓的残心超凡 如无意外 此生都将止步于递接超凡 不过我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 而且残心超凡总好过当场丧命 不是吗 为了表彰我在森林中的英勇行为 生存委员会 赤龙君 超凡塔分别给我颁发了勋章 两个三等功的银色勋章 一个四等功的青铜勋章 妥妥的排面 最主要的是高考还能加分 本人优异的表现以及各种加分 总算是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什么龙城农业大学 龙城军事大学 龙城医科大学都是随便挑 终极治疗术能够治愈我的主脉 但是貌似一次只能治愈一条 而且反复使用还会涨价 在108条主脉这个庞大的数字面前 我觉得就算我成了龙城市长 也刷不出这么多的贡献值 不过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天孟超来到了超凡塔 从这个角度看还真是气派 这时罗海紧随其后 托你的福 我也觉醒了 随即伸出了手臂 直接给孟超惊住了 罗海面带微笑 现在贯通了61条嘴脉 勉强能和龙大武 倒吸那些所谓的天骄抗衡 今天我是真心实意来道谢的 若不是在荒野中受了你的服务 斩杀了一些血月妖狼 我恐怕难以得到父亲的帮助 这么快成就超凡 不必客气 都是大家并肩作战 才能从狼群中杀出一条血路 多亏了你父亲弄到不少珍贵材料 我才这么快苏醒 不然可能都赶得上开许 可惜了 还是没能帮你修复主门 你知道超凡塔下面有一座太古遗迹吗 据说那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星空文明遗物 一直深埋在一界地底 穿越后经历了一系列地质巨变 才令它暴露在世人面前 所谓超凡塔 就是一座大型的太古遗迹研究所 超凡塔就是为了研究它才建在这里 这里是奇迹发生之地 一切皆有可能 我相信随着太古遗迹的发掘进度加快 我们一定能攻破一个个技术难关 终有一天 我们能解决残星超凡的问题 让你有机会着力于超凡塔之巅的 虽然在他身上感觉不出敌意 甚至还有几分善意 但是为什么总觉得罗海之家伙约我一起来这里 有着别的目的 随后便来到安检处 超凡者的力量强横 但是超凡力量也拥有着巨大的隐患 他们就像是行走在深渊中 守护着龙城的深渊行者 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深渊的魔力 给龙城或者他们自己带来毁灭 超凡塔邀请所有新晋级的超凡者 前来此登记注册 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避免这种灾难 过于偏激的修炼方式导致的走火入魔 仗着身怀绝技 就想掀桌子 损害全体普通人和超凡者共同的利益 沉溺于超凡的力量 无视法律 走上企图的 他们只不过是披着人皮的怪兽吧 真是愚不可及 来到超凡塔内 周围充斥的灵气深深吸引了孟超 此刻罗海展示的机会来了 这灯晴天柱从地底一路延伸到数千米的高空 能够源源不断地抽取地底深处的灵能 这里什么都有 而且绝对是龙城最棒的 只不过要用超凡币结算 所以外面的那些交易会什么的才有生存空间 也不知道怎么想 有钱不赚 孟超笑着回答 如果任由超凡者使用普通人的货币交易 龙城的经济早就崩溃 普通人个个都是穷光蛋 社会割利 龙城在想在一届脱直就是个笑话 这个如同神一般的男人是武神雷宗超 此刻孟超和罗海正在了解他的传奇故事 这时是龙军派发的任务吸引了很多人 最近几次迷雾降临 令上头勃然大怒 龙城要开始新一轮扩张了 就算是大一也有可能在学校里领取任务 去迷雾深处厮杀 孟超你该不会反对向外开拓 不 我只是觉得现在进攻 未免有些操制过急 如果能等到时机成熟 或许能少留很多喜 罗海表示还等什么时机啊 资源就这么多 不出剧情 几千万人挤在一座城市里 只会活活憋死 此时孟超陷入了沉思 我们都能想明白的事情 高层怎么可能想不到呢 那些貌似愚蠢的决策 都是各方制约下的结果 想要改变未来 必须要接触更高层次的圈子 成为民动一方的大人物 进入一扇门后眼前的景象 令他有些吃惊 这个正在修炼的男人就是罗海的父亲 六星天境强者 罗武大师 就连眼神中都带有强大的威压 但仍然阻挡不了孟超前进的脚步 罗武健壮身手是好 并感谢他对罗海的救命之恩 两人就此相识 于是罗武直接开门见山 今天邀请你来有两个意思 第一 我以一个父亲的身份 感谢你对罗海的帮助 第二 我也是代表超凡指协会 表彰你的贡献 随后便抡起大刀现场教学 你的刀法凌厉 很辣 由总斩断一切的味道 一定有高人传授 刀法虽不错 但过于爆裂 一刀劈下去 怪兽的头骨还没爆 你的血管和神经却先爆 不变成残星超凡才怪 看好了 我帮你改进一下 就这样一套改进 获得刀法呈现在眼前 孟超成功掌握了其中蕴藏的奥米 讲解到虽然威力下降了3% 但是稳定性和流畅度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果然不愧是六星天晋的超凡者 超凡塔内有个规矩 凡是低阶超凡者立下战功后 就有资得获得高阶超凡者的传授 这个正在传授孟超功法的人 是天晋超凡者罗武 只见他的攻击使墙壁四分五裂 还触发了报警系统 你要知道修炼式的墙壁 可是高分子聚合的细能材料 如泡沫般蓬松 比凝胶更加坚韧 好家伙 这一招这么强吗 有了高人的指点 孟超很快就掌握了此功法 虽然熟练度只有1% 但也是潜伏无量 罗武表示让做出贡献的人 得到应有的奖赐 才能将先烈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这就是超凡塔的传统 此时孟超在想 一定是罗氏看中了 百战刀法 我改版后面的商机 决定和我联手免费推广 然后再通过5G的配套设施 谋取利益 他们一定是从宁老那里听到的 所以想和传火老人打好关系 果然罗海来找他谈合作 得知实情的孟超一眼为主 合作还是招揽 如果是招揽你接受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 迷雾之外 不知道有多少机遇和风起 想要做一番大事业 势必要组建自己的团队 如果有朝一日 我组建了自己的超凡战队 你愿意来当副队长吗 孟超摸了摸鼻子 因你的朋友圈 加上罗大师的人来 还怕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吗 罗海回答道 那些人哪有出生入死的兄弟 更何况我相信你在大学 一定会脱颖而出 我不趁现在用共同力 把你绑在身边 等你出名了 哪还记得我是谁 对未来有规划的人 手段有多高明 罗海正在和孟超谈合作 并表示将来自己要组建超凡战队 询问孟超有没有兴趣当副队长 孟超一听 合作的确有必要 但为什么不是我组建超凡战队 你当副队长呢 罗海无语的说了生你是残星超凡 孟超表示贯通几条主脉 可能不能打 完全是两回事 残星超凡招是少 但是每一招都足够强啊 此时火药位十足 他们决定比一场 开局就是降魔斩队上断魂刀 杀招进出 两人不分上下 随即孟超又使用了旋风筒 罗海一个后空翻阻破 倒砍到残星超凡终究变化不足 于是开始反击 由于孟超灵脉不足 没办法连续使用降魔斩 不然灵脉会受到损伤 罗海正是因为这一点 才施展了超杀流 此时孟超想拉近距离 弥补残星超凡的弱体 除了超杀流 我还可以考虑击凯流 受魂流甚至是军队的枪斗术 随后手就出现在了罗海面前 这一招可把他下得不轻 这怪物究竟是怎么修炼的 若非他的主脉枯萎 未来进阶搞不好比我爸都高 便用刚打通的灵脉对抚了孟超 受伤的孟超直接吐出一口鲜血 然后用双指刺向了罗海 两人就此收手 这时孟超说家里还有事准备胎溜 罗海上行询问 那你是愿意加入我的战队了吗 孟超却说自己根本就没有输 刘罗海依然在原地不知所措 这个男人刚刚被打到口吐鲜血 可他却说对方没有赢 罗海此时一脸疑惑 便把回放发给老爸分析 罗五一眼就知道了原因 讲解到如果刚才是实战 他戳到你眼球上的 就不会是手指 孟超最厉害的是射击技巧 他可是足足在黄金把上 射了十几个弹孔的怪物 如此恐怖的枪法 即便建设中学又有多少人能做到 他刚才故意挨你一巴掌 目的就是喷出鲜血来干乱你的视线 至于奇怪的手势 便是那握枪和瞄准 对准你的眼球扣动扳机 实战中你都死了 不知道多少回了 懂了吗 孟超还在擦拭血迹 这一场比试让他想起了不少东西 人体灵脉系统由108条主脉 和1024条之脉组成 超沙流激发108条主脉 调动灵磁力场 释放出威力惊人的必杀技 但是也因此会出现 发招前无法移动的徐利 发招后等待必杀技成型的僵直 以及为了平复灵脉内灵 能翻腾而不得不面对的脑血 这三个根本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怪物战争初期 超沙流的武道家 靠着威力强大的必杀技纵红战争 立下赫赫战功 但是随着战争进行 很多怪物都掌握了残血便衣 激临死亡爆发的能力 无数超沙流武道家 便死在了蓄力状态中 直到复出的无数血的代价 强者们才不得不将目光 转向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战斗模式 那便是极限流 极限流与超沙流不同 它是主修1024条之脉 之脉纤细脆弱 无法容纳太过强横的灵力瞬间输出 没什么必杀技 可一旦进入攻击节奏 普通招式却如洪水泛滥 能够打出精彩的连招 期间几乎没有蓄力 可静可退 便是极限流最大的优点 怪物战争后期 用连招将怪物打出僵直或者击飞 成了武道家的最佳战斗方式 可惜上一世 龙城为了得出这些结论浪费了太多时间 牺牲了太多强者 最后还是无力回天 我必须让极限流提前进入大家的视野 为了我 也为了我的家园 极限流是一种几乎不需要蓄力的招式 并且尽可攻退可守 但是想要让极限流重现江湖 就必须找到正在研究该招式的人才行 这天孟超在查阅资料时 注意到了一个叫顾剑波的人 此人便是刀锋无止 极限流的创始人 相当于一个开山老祖 据说要不是他英年早逝 可能有机会冲击神经 孟超顿时眼貌金光 要是能抱上他的大腿 就算不用穿佛老人的招牌 也能在龙城横着走 此时门外白家草 恰好听到了孟超说 要抱别人的大腿一脸害羞 随后和爸妈说 我哥又在看那些不正经的网站 对着电脑屏幕喊要抱大腿 气得孟超直接口吐芬芳 妈 你别护着这个乱讲话的家伙 我非得收拾一下他不可 你俩别闹了 你爸有正事要说 只见他说有两件事 因为孟超高考时的优异表现 生活委员会给我们准备了新鲜子 明天过去就能领取 第二件事就是 孟超班主任今天打电话过来 问高考志愿选好了没有 说这周就要弄完 你脸耽误上大学 你放心我已经选好了 老爸询问是龙大舞道系 还是龙大资源系 这两个专业你的成绩完全没问题 孟超回答到龙大舞道系 我在那里看到了魏蓝 随后国种任务极限争锋 你被击辅 全新的战斗需要全新的战斗 让极限留取代超沙流 在怪兽的獠牙和战士的历刃之间 偏偏起舞吧 由于孟超高考表现突出 生存委员会为此 给他们家准备了新房子 里面不仅内饰漂亮 餐具也十分的精致 可他妹妹虽然喜欢这里 却又不想搬家 理由进士以后 怪兽会越来越多 攻击也会越来越频繁 生存委员会也有政策 像我们这种有能力的家庭 都有机会从天赋院想去搬走 总有一天那里 只会剩下些老弱病残的人 和那些破旧的防御公事 与怪兽殊死搏斗 一想到这些 我就感觉我们像是在当逃兵 而我恰好不想当逃兵 孟超听完表示有几分道理 于是询问爸妈一姐 只见他们看了看对方 在天赋院住了这么多年 麻将搭子都熟悉了 不搬也好 只要一家人开开心心 住哪都行 看见父母都没有意见 此时白家草认为是自己太任性 孟超捏住他的脸 这房子也一搬 索性就不搬了 等龙城打赢了怪兽战争 咱们直接换到人城一号去 几天后 我在宁老的介绍下去了清训 修炼收割和猎杀的技术 两人一起完成了多次超售的收割 并和雷霆战队高层有了一些联系 龙大的录取通知书也送到了家中 除非熊因为实战测试有了加分 总算以0.5分的优势 逃进了军校英灵系 我今年18 按照政策刚好能够将隔壁空出来的房间申请下 虽然没去乘新假 但是家里还是相对宽敞的故事 忙碌的假期很快过去 转眼便到了开学的日子 别问我这个女孩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 问就是她看到了闪闪发光的无人机 这天孟超开学 这些无人机便是迎接新生拿出来掩饰的 他们能搭载各种干扰和攻击系统 组成可怕的杀阵 是机械流武者和机械师专用的超级武器 这时眼前隐隐约约出现的能量 引起了白家草的注意 他们头上那是什么东西 好奇怪 孟超讲解到这是战魂 是无数阴影的聚合体 不然一股芬芳息了 白家草连忙捂住鼻子 孟超就显得比较冷静 也就是上万种怪兽 肥料和微生物的味道混合吧 来到农大校门口 白家草如同生无可恋 失望地表示这就是农大呀 孟超又给她上了一课 所谓三菌未动 粮草先行 没有农大研究出来的这些植物 我们都得饿肚子 这些餐天大树都是高能面包树 不但果实蕴含丰富营养 树胶还是天然的凝胶类药物 能促进伤口愈合 至于这具骨架是目前入侵龙城体型最大的怪兽 25年前为了镇压这只雷神巨兽 可是足足动用了五名神经强者 不过最后还是被农大榨干了最后一丝价值 留下这副没用的骨架扔在这里当校门 这时两名男子说前面舞蹈系和玉兽系正在比试 此战决定谁才是农大最强的战斗专业 在整个超凡者圈子里 玉兽系和舞蹈系因为里面不同 一直纷争不断 为了激励学生们努力修炼 农大每年都会在新生入学当天安排一场两者之间的对决 狂妄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他表示舞蹈系才是龙城未来的希望 然而这位玉兽系的成员可不这么认为 直接把圣主召唤了出来 将对方打到葡萄鲜血 四脚朝天 大家纷纷光呼玉兽系好强 正当白家草询问孟超报的什么专业时 远处的一个人给出了答案 他报的是舞蹈系 随后宁雪师出现 孟超同学我很好奇 因你的天赋和分数 为什么不来资源系呢 孟超知道未来舞蹈系会因为极限流强势崛起 所以撒谎说自己比较喜欢拳拳到肉的感觉 依赖这些怪兽 可武器不太踏实 事已至此 宁雪师便只希望他有空能多来资源系转转 实在不行大二的时候再转来资源系也不是不行 转身就要带孟超去注册报道 表示这边擂台没什么好看 毕竟舞蹈系万年老二的名头可不是吹出来 有了宁雪师的帮助办理入学手续节省了不少时间 但由于教学去不允许家属进入 他便告诉孟超父母食堂今天准备了超多好吃的 而且是不限量免费提供 白家草瞬间就暴露了吃货的外衣 赶忙推着两人前往食堂 不一会谢峰又冒了说 本以为这个家伙是个面瘫 没想到混熟了之后他居然是个化妄 宁雪师健壮笑着说自己有点事要去处理 他们只好挥手道别 随后谢峰让他把行李放下 我带你去认识一下以后的同学 路上孟超问他为什么考农大 他表示宁当鸡头 不做凤子 农大是出了名的资源丰富 我就是来蹭资源的 跟你说个事 这届舞蹈系的新生物 有三个人你要注意一下 他们被称之为四大天王 不但高考分数排在前五 贯通的主脉也最多 在这个资源丰富的农大舞蹈学院 有着一股强大的势力 他们被称之为新生中的四大天王 这个英姿萨爽的少女叫孙雅 凭借着77条主脉 以及灵动的身体 位居四大天王之士 而这个目光呆滞的男人叫段烈 有着65条主脉位居第二 其次是江瑞位居第四 只有60条主脉 但是下支主脉贯通率高达90% 速度和弹跳力惊人 违法最为可怕 孟超此事询问那么还有一人呢 谢峰害羞的摸了摸头 他们非说是我 我高考全系第五 也有60条主脉 不过主要集中在双臂上 孟超寻思着我分数肯定比你高 那我应该就是那个 没被你们算进去的第三了 谢峰挥手表示你千万别想多了 大家都知道你的情况 所以才没把你算进去 孟超便说要告诉他一个常识 四大天王有五人 第五个才最厉害 演讲台上这个男人表示 大学是一个练钢场又或者是一台脚肉机 要是没有坚韧的意志 没做好准备在修炼中以痛苦为乐趣 现在转席还来得及 只见下面没有任何风吹草动 他发言道 很好 看来大家都有了在超凡之路上 一往无前的觉悟 现在去更换做战狐 接下来会有一个小戏 让大家彼此认识一下 每位同学投上杯子里的2000怪兽币 就是学校发给各位的启动资金 在农大你们想要过什么样的生物 吃什么样的饭菜 都由怪兽币来决定 这时就有人提问 每人只有2000 为什么选择江明老师需要2万 还有一顿补却套餐150 简直就是抢劫 而他给出的答案是 同学之间可以用公平较量的方法 合理分配彼此的怪兽币 眼下这个游戏就是能赚取大把怪兽币的机会 这是我见不醉狗的学校 里面导师的价格不是19000就是2万 可他们却只给每位学生发2000 因此很多人表示不满 他解释到学校会为你们提供丰富的赚取怪兽币机会 保证各位都能享受到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待遇 而眼下这个游戏就是一次机会 规则很简单 半小时内大家在操场自由交流 想办法把别人的怪兽币装进自己的杯子里 你们身上的战斗服可以保护 你们不会受到重伤 所以为了获得更多的怪兽币 为了更好的修炼资源 去战斗 话音刚落孙雅就把这名男子打倒在地 看着这些掉落的怪兽币表示太少 这是一位小迷妹夸他好厉害 结果下一秒就倒在了地上 六星天境超凡者将名导师评价道 这个孙雅不错 星星深沉 出手很烂 很适合吸收蛟龙类超兽的兽魂来修炼 随后看向五星天境超凡者李英兹 表示这样的人才放到我手里 说不定就是第二个昔日的 李英兹淡定地回到 那也要孙雅能攒到两万怪兽币才行 今年的玩法 再怎么出类拔萃的天骄 都要狼狈不堪的 此时的孟超还在人群中观望 分析游戏规则虽然简单 但是想要获得足够的怪兽币却很多 实力强的学生想要败入两位导师门下 就得主动出击 在弱者抱团之前打倒更多的学生 但是就算打倒了学生并不一定会获得怪兽币 还要承担被第三方抢走的风险 杯子的结构也是特殊设计过的 怪兽币少的时候很难掉出来 反之多了以后稍微动一动就会洒很多出来 而且看杯子的大型 恐怕最多也就装150枚左右 这就意味着 想要攒够两万怪兽币 强者就不得不双手抓满怪兽币和其他人战斗 还有孙雅为首的新生四大天王 各个高中在四大天王的压制下 也聚集成了小团体 利用配合应对强敌 你绝对想不到 这么激烈的场面仅仅是为了争夺几枚怪兽币 然而孟超则在旁边策划 如何将这场游戏变得更加有趣 此时一名体型强壮的男人对他有了想法 孟超表示自己只有20枚怪兽币 而且是个超凡者 你未必打不过 只见男人根本不爱听这些废话准备动手 毕竟谁还不是个超凡者 像你这种只敢游走在外围 不敢参加混战的软士子 不捏白不捏 孟超见状闪现来到他身后 随后就是一招迎面大披风 打到他鼻青脸准 猥琐地说道 同学这些怪兽币我也不白拿你 提醒你一下 以后不要见面就构造凌磁力场放大招 不然那四五秒的蓄力时间够死七八回了 其身表示想要获得足够多的怪兽币 就得使用不正常的打法 而在另一边 谢峰早已汗流满面 杯子里的怪兽币也相当充实 孟超看他如此狼狈 询问要不要帮忙 果不其然 谢峰爽快地答应 并表示解决掉眼前这些人 获得的怪兽币平分 而孟超却朝他踢了一几 毫无防备的谢峰直接就吐出了惨风 就连四大天王也被惊讶地张着嘴 这时谢峰愤怒到了极点 孟超你干什么 你脑袋上顶着一百多枚怪兽币 不打你打谁啊 孙雅他们也攒了一百多枚 你怎么不去找他们 此刻在地上捡怪兽臂的孙雅害怕自己了 这时孟超笑着回道 因为我和你比较熟啊 谢峰瞬间就无语了 既然这样那就接招吧 这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男人 为何哭得如此伤心 原来就在刚刚 他被合作伙伴所欺骗 甚至还被打到口涂彩虹 现在他已忍无可忍 势必让对方付出代价 孟超见状果断使用 蟒牛进将气破招 随后向谢峰伸出手 询问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喜欢开大招 难道不知道构造灵磁立场的蓄力时间很长吗 孟超你是不是疯了 跟我打你得到了什么好处 这时孟超用坚定的眼神看着他 在战场上除了胜负和生死 所有的一切通通都是身外之物 区区一百多枚怪兽臂 就让你们胆战心惊 十分战力只剩三分 如果这是真正的战争 你们已经死了 这个游戏的目的 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人懂得取舍 你贯通了六十条主脉 正常应该比我强 但是就像刚才那样 信不信五分钟内你就会惨 到时候我一样拿走你所有的怪兽臂 怎么样要不要和我联手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现在谢峰有些犹豫 孟超又说反正自己主脉受损 修行缓慢 上线不高 找不找金牌导师都无所谓 至于你就不一样 两万怪兽臂任务艰巨 此话一出谢峰瞬间就妥协了 那你说要怎么样 从现在开始到游戏结束 服从我的指挥 得到的所有怪兽臂评分 随后他们打结了断令 并把他强行拉入 紧接着将瑞也来到了身旁 对比这几位 孙雅还是比较实实物 主动加入 放弃无谓的抵抗 于是他便询问孟超的计划是什么 断练突然就急 你凭什么断定是他的计划 而不是我的计划 孙雅表示他一个残星超反者 战斗力最弱 肯定用脑子把你们三个给争复 不然你们会心甘情愿与他联手了 你敢相信吗 赫赫有名的四大天王 竟然沦落到给别人打工 只见孟超说计划很简单 你们四个出去抢怪兽臂 我来负责保管 最后五人评分 众人听完用一样的眼神盯着他 表示凭什么 孟超解释到你们四个是竞争关系 彼此之间缺乏信任 没有我剧中调解你们不可能连手 还有 穿着作战服能放怪兽臂的地方涌现 这就需要一个人来保管你们的战力品 以便能解放你们的战斗力 江瑞表示即便如此 出手的也是我们四个 一个残星超反凭什么和我们评分 孟超又说平等是合作的基础 这话江瑞根本不爱听 召集其余三大天王准备干掉他 此时孟超淡定的看着谢锋 我肯定打不过你们四个联手 但我可以抓住你谢锋打 打到你失去战斗能力为止 这时谢锋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于是一脸为损的看向锻炼 那我也只好托你下水 所以啊 见状站了出来 看来我们四个才是乌合之众了 江瑞你消消气就听他的吧 说完便在人群中实施计计 表示每个目标抢十几枚就够 一来难度比较小 二来损害有限 未必找我们拼命 有道理 保留足够的体力很重要 看着同伴们都在战斗 江瑞也妥协了 对孟超说道 希望你的实力和你的废话一样多 守住我们辛苦抢来的怪兽币 放心 只要你们四大天王够犀利 把威胁较大的人打到爬不起 自然就没人敢来抢 而在另一边 江明导是评价到那个叫孟超的学生挺有意思 可惜是个残星超反 否则 我倒是想收下他 李英姿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表示境界虽然重要 但不是判断强弱的唯一标准 倘若他能夺取一万九千怪兽 我并不介意当他的专属导师 有钱任性用来形容眼前这个男人一点也不过分 只见他将十万怪兽币分成五份丢在地上 随后召集四大天王都回来 孙雅此刻只想打他一顿 叫这么大声是怕别人听不到吗 紧接着四大天王也回到了身边 这时距离比赛结束就剩十秒钟 孟超提议为了防止有人不守幸运 剩五秒的时候一起取出怪兽臂 果不其然心怀不轨的锻炼有了动静 还好孟超早有狂辈 将怪兽臂甩在他脸上 随后就是一击降魔斩 三人此时有了相同的疑问 孟超解释道 别误会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内魂 这时锻炼准备对他动手 孟超表示游戏已经结束 再打就是犯规 而且到底是谁卑鄙 难道还要我说吗 只见对方还不知悔改 孟超又问他刚才叫江瑞干什么 对啊你喊我名字干什么 孟超讲解到他其实是喊给我听的 想让我误以为你要攻击我 从而转移我的注意力 跑趁机偷袭我 四肢发达头脑未必简单 五倍熊腰思想也未必单纯 毕竟是全系第五 这点算计肯定还是有 我虽没有证据 但是孙雅他们有自己的判断不是吗 之后李英姿来到孟超面前 你是今年新生第一 总计两万五千一百怪兽币 有权力选择舞 当时任何一位老师成为你的专属导师 此刻众人都投来羡慕的眼光 不愧是高考就能斩杀血液狼王的狠 由于孟超在比赛中获得了两万五千一百怪兽币 李英姿告诉他有权力选择舞蹈系任何一位导师 可此时孟超却在东张西望并没有理会 这让李英姿很是尴尬 询问难道你想选院长或者副院长 他们很忙的 除非你做出什么突出贡献 不然是没法得到他们指点 孟超笑着回答道 我在找顾建波老师 想请他指导我修行可以吗 两人听完直冒冷汗 这位同学好奇到顾建波是谁 只见旁边男子说好像是十几年前 萌大舞蹈系的一个天才学生 不过销声匿迹很久 这时李英姿又问孟超为什么要选择顾建波 能说说理由吗 李老师 我觉得顾建波的舞蹈理念比较符合我的胃口 而且他的研究方向是快速修复灵脉 看来你心意已决 不过他这个时候应该在食堂吃饭 你先去换衣服 等这边结束我带你过去 两分钟后从更衣室出来的孟超 看到李英姿身旁挤满了学生 决定自己去寻找 可刚进入食堂 眼前就有两股势力针锋相对 心想这果然是五道细砖属食堂 高年级的师兄妹连吃饭都横眉怒目 杀气腾腾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将修行贯穿到日常生活 每一秒都不能懈怠 才能修炼到的至高境界 这是孟超想要刷一下存在的 盘子就已经各奔东西了 只见他们为了胜利 都拿出了毕生所学 场面十分壮观 然而一名男子却盯上了孟超 准备一脚将气踹飞 孟超见状果断使用百战刀法 朝他要害劈去 随后便传来了鸡蛋破碎的声音 这是我见过最倒霉的男人 只见他的蛋被人徒手捏碎 甚至还被同学调侃到连心声都打不过 现在他只好激活灵麦来证明自己 可对手又怎会在原地等他 此刻孟超来到空中使用降魔斩 准备带走马红 却被他那强壮的身躯挡了下来 孟超见状躲进了桌子底下 喘着粗气说净修班的还真能打 这是不知从哪冒出来一个吃泡面的 他表示其实也不是所有净修班的都那么能打 马红之前是赤龙军的精英侦察兵 所以才利用 不过你竟然把他砍翻了 用的什么招式 孟超回答道降魔斩 你想试试吗 男人吓得急忙摇头表示以和为贵 不打最好 我这个人斯文的很 跟你打听个事 你见到顾剑波老师没 李英姿说他在这里 男人好奇的看着他 你找那家伙干嘛 孟超并不在乎这些 反而想当顾剑波的真传弟子 只见男人又说他就是个学术上毫无进步 破罐子破摔的废物吧 还有他那个什么1024项目 说什么致迈战斗 全都是骗人的鬼话 相信我 他就是个废物 一旦含有别的门路 都好不跟着他自我 孟超听完并不相信 因为在他心中顾剑波是一个心智坚毅 百折不挠 在黑暗中独行数字 即使燃烧生命都在所不惜的先驱者 这时男人询问孟超认识他吗 人家一定能将文章中描述的全新战斗模式 转化成战无不胜的现实 你知道吗 眼前这个拉里拉他吃泡面的男人 身为武道系老师 竟然领着自己的进修班去买武道系书 导致现在食堂内火药味十足 他却只敢躲在桌子底下 但很快学生马红就找不过 只见孟超有些慌乱 他提议咱俩假装打成一团 一边打一边朝窗口一动 然后跳下去 说完就把孟超踢了出去 可轮到孟超攻击时却怎么也打不中他 问题就在于男人还是一边吃东西一边闪躲 此时孟超已经用出了吃奶的劲 心想为什么胖子可以这么灵敌 这不科学 旁边的马红看到这一幕冷汗直流 这两怪物怎么凑到一起 见时机成熟 男人就拉着孟超跳了下去 落地后孟超便询问他尊姓大名 男人表示龙大舞道系那么多人 不差我一个 最后劝你一句话 找顾剑波当导师真是死路一条 由于转角遇到了李英兹 他又急忙跑退 却不料被孟超半岛摔了个狗银 就这样他被李英兹逮住了 孟超这才得知他就是顾剑波老师 可是官网上的照片明明那么英俊潇似 顾剑波尴尬地表示 你看到的估计是我十年前的照片 孟超听完直接闪了你 心想前世的记忆肯定不会错 既然他是顾剑波 那他一定是那个未来开创极限流的高峰五指 于是大声喊出顾老师 我想跟着你 此时李英兹要求顾剑波解释一下 堂堂新生测试第一名 是怎么被你骗得死心塌地的 只见顾剑波满头大汗 刚才他凑上来的时候 我都把自己污蔑成人渣 败泪和无耻之徒啊 这时孟超也站出来证明 他的确批判了自己 这就让李英兹更加不紧 仔细想他是残心超妇 而顾剑波最吸引他这种人的地步 恐怕也只有那个 于是叮嘱顾剑波带孟超去了解一下 毕竟谁也不想让悲剧重演 面对孟超百折不挠的精神 李英兹很是无奈 于是将继就继让顾剑波带他去了解 1024项目 只见两人来到农大武道细旧教学楼 之后又进入了极少数人知道的地下室 呈现在眼前的就是1024项目开始的地步 不过主导者不是五 而是宗业 宗业院长的 大三就已经突破到天津的超级天才 只不过他死 死在了1024项目初期的实验里 当初他就是拿着这个本 说服了我和李英兹跟着他一起 开始了1024项目 结果他用自己当实验对象 落下了一身暗伤 最终在一次实验中 因为剧痛引起的心灵指数暴走 走火入魔而死 因为宗业的死 李英兹选择了退出 加入了受魂融合术的研究 而我则虚荣心作祟 留下来继续主导1024项目的研究 直到我发现了一种能够提高 脂脉磷能吸收速度300%的药剂 自以为研究有能突破 结果三个自愿参加的志愿者 全都因为药剂产生的微量毒素成绩 最终走火入魔 我们实验了很多次药剂的安全性 却没有发现那种不断成绩的特殊毒素 他们是那么的相信 而我却送葬了他们的五道前途 先是中叶 然后是李天宇他们 这个1024项目根本就是天才的诅咒 所以我绝对不会做你的专属导师 更不会重启这个项目 只见孟超淡定的说这是铜掌花 蓝银花和迷歇毒液 还有修炼器 些半点灰尘都没有 应该是有人经常擦拭 而且修炼器皮带上的血腥味和汗味 都是最近染上去的 随后看向不见波 承认了 你只是表面上终止了项目 实际上一直在暗用自己做实验 此时顾剑波惊慌失措的说我没有 但并不影响孟超查找真相 分析到顾剑波怀疑自己能力不足 担心对更多学生造成伤害 不自背负着不永的遗志 在黑暗中默默前行 最终在燃尽生命前的刹那 绽放出最辉煌的火 你知道1024项目续写了怎样一段悲惨的故事吗 曾经农大学院舞蹈戏诞生了一位超级天才 他拿着这本不够完美的日记 说服了顾剑波和李英姿 跟他一起开始这个项目 结果在一次实验中 天才少年因走火路摩尔斯 之后李英姿便选择了退出 而顾剑波则留下来继续研究1024项目 直到有一天 顾剑波发现了一种神奇的药剂 自以为研究有了突破 结果三个志愿者在实验中无一幸运 顾剑波从此一蹶不振 每天活在火焰当中 如今他把手搭在孟超肩膀上 表示永远也不会再重启这个项目 而孟超却找到了他一直暗中用自己做实验的证据 自信的说你要是不让我加入 我就告诉李英姿 顾剑波无奈只好同意 之后孟超假借传火老人的名号 说服了燕士集团 命售我和罗武支持1024项目 于是材料设备资金等问题全部解决 凭借着火种的治疗术 孟超成功代替了顾剑波去做小白鼠 终于在500多次尝试后 他们成功了 只见孟超一拳就攻出了1647公斤 并且之后的264拳里面 每一拳都有1600多公斤 果然质卖激活的超反者实力发挥非常稳定持久 不光是力量速度也是如此 百米7秒至少可以坚持五公务 此时的火种任务极限争锋第一环已被完成 奖励高达1万贡献值 并修复12条主办 觉醒超反力量后 火种也多了一个评价系 这就意味着以后不但要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还要达到五星好评 极限争锋第一环完成后 紧接着又来到了第二环 任务要求是运用极限流战胜至少300名同等级职业者 也就是只能打一星超反者 正当孟超在想如何快速完成任务时 极限争锋第三环又冒了出来 任务内容是猎杀一千头普通怪兽和一百头一级超兽 此刻三天三夜没闭眼的顾剑波说 今天是预售戏和舞蹈戏新生对抗赛的日子 上午九点开始 可是现在已经下午一点 孟超听完便用那死神般的目光看着他 顾剑波见状急忙说自己不是不义 你去了以后帮我看一下李英姿 他若是心情好 就告诉他我晚上会去找他 孟超回答道你为龙城付出了那么多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临走之前还不忘叮嘱顾剑波去做个头发再换套西装 从明中孟超正在快速赶往比赛线程 忽然他发现了这只特殊的幽灵棒 之后一位预售系的学生出现在眼前 孟超健壮果断拿出手机准备加好友 可别人根本不搭理他 来到农大舞蹈系修炼中心 比赛已经结束 看着遍体鳞伤的四大天王 孟超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只不过这气氛不太对劲 本想找个人了解情况 对方却拒绝回答 这时李英姿走来有话要说 结果被孟超抢占先机 只见他对李英姿说 1024项目取得了阶段性成功 我们找到了智脉修炼的方法 为此顾见波老师喝得鸣顶大醉 拉着我说了几个小时的真心话 果然李英姿听完很是好奇 询问他说了什么 他说这些年虽然背负兄弟的一致 一直在推进1024项目 但是对李老师的爱始终没有变